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又到这个来之前呢 又在咱们校园里边撞了一下 我有一个感受 就说母校越来越年轻了 可是我已经老了 我二十年没有到咱们这边来过 上次在咱们南京政院演讲的时候 我跟王主任说过 我说南京离北京这么近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 为什么 其实不只是南京 也很多内地的大层子我都没去过 刚才在休息室 我跟院长跟政委在说起这个问题 我说我大量的时间 都在我们国家最边缘的地方 都走这个地方去了 所以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来呢 第一是非常激动 第二呢 就是在这边来 就把我这么多年来的一点小的心得体会 向母校的领导和战友们汇报一下 就是这么多年 实际上我也没看什么 没有看多少书 也没有这个取得过什么样像样的成绩 但是有一点小心得 实际上都是用腿带读书 所以我是用双腿读书 就是我这么多年的心得 是用双腿读书 用眼睛思考 透过现象 看破真相 发现这里 然后再从今年的年初开始 再到新疆 从新疆兰州 然后一直又回头又走过来 走到杭州 到深圳 到其他的一些地方 到一些大学 像上海交大 北京大学等等 进行一些演讲 不久还要去中国技学 中国作学做演讲 实际上不是在给 在给他们去讲姿势 我认为我扮演的角色 就是做一个思想发动机的点火者 我认为每个人 他都是一部发动机 都是一部发动机 我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传授给他们 但是我在告诉他们 我在扮演一个点火的一个角色 同时 这一条就是我 我们正院 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 就是我在这么多年当中 跑了这么多的地方 涉足了很多保密的单位 也写了大量的内部报告 提了很多的这些内参 包括给国家的最高领导 都提过很多的东西 一面是做内部的工作 一面是做外部的工作 但是我牢牢的把握住两条 思想无尽去 就思考问题的时候 怎么想都可以 但是宣传有纪律 这就是我在上海政院 当年在这学习的时候 得到的最宝贵的财富 让我把握住 让我这么多年来 尽管还做了一点 做了一点事情 但并没有惹太大的麻烦 本讲这个无射密 其他的这些资料 都是来自于 资料都引自于公开的渠道 其他的内容 都是我对一些事情的观察和思考 同时 我也给我这个 这一回的这个演讲呢 先就是请大家原谅 先把话说在前面 由于我是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想把大量的 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些研究东西 想尽多的给咱们提供 所以里边呢 就是我很多就来不及 详细的展开 所以呢 有些观点希望大家原谅 就我引述了一个 托尔这个阿尔文托弗勒的话 有些观点并不一定 理论非得十全十美 但是 很多东西是需要想象力和洞察力的 我也不认为我有这些洞察力 但是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 本报告 就是我这一回想回答的几个问题 一个是当今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中国外部真实的环境什么样 中国内部的真实情况什么样 中国的危机在哪里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 中国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些问题 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思考一切问题必须面对的 总的背景 和逻辑起点 先快速的我们就是回顾一下 我们近年来 实际上我们中国处于的一个基本 这个这个基本情况 从89年开始 实际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中国一个外部国际形势的一个大的逆转 从1989年开始 然后1993年 1996年 1998年 99年 01年 03年 一直到我们都比较熟悉的08年 发生了这些事情 进入2009年 跟原来不一样了 原来还一年计算 就针对中国的一些现象 进入我们 进入今年 也就是奥巴马上台以后 中国的情况基本上是论论计算 每个月都有关于中国的消息 四月份 也就是我们阅兵的第二天 就在离我们不远的村城 有一场大演习 非常大的演习 印度当时参加这个阅兵的 两条驱逐舰 和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包括日本的金刚级的这个驱逐舰 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航空演习 五月份 大家都知道南海 很多国家宣布已经占领了中国岛屿 全部是他们的国土 六月份印度增兵六万 六月份我就在成都 那是我从那个 从南疆 从那个塔克拉马干这边走完了 走了十五天 回到成都 成都这个地方就是探讨这个印度增兵六万 是个什么 他为什么要增兵六万 跟成都进去作战部 探讨这个问题 回来以后我给首长汇报 这个我对新疆之行的 一些想法 一会儿我会讲到 在这七月份 八月份 跟澳大利亚 同时这个月 缅甸出事情 缅甸出事情的时候 我又到了这个云南 那个地方 也就是还是成都进去国港 那个地区 九月份 美国已经公开宣布 把中国和俄罗斯 伊朗列为危害美国利益的加强敌 十月份 台湾突然大规模射射各种导弹 印度三军开始研究对付中国 公开的 而且美国和印度进行了十八天陆军演习 十一月 达赖访问这个达望 美国副国务卿去缅甸 日本在冲之鸟 建海军基地 这一些都是为什么 我们先看两个视频 好了看到谍报啊 特别提到了中国的战略专家 说中国出于这样一个悉行的包围圈当中 对中国形势相当的不利 问一下马领生先生啊 怎么看这个所谓悉行的 对中国包括有核武器在内的围堵 同时呢 说美军实际上众生打击 这是第二个 巨大陆的环球时报 引述中国现地的战略专家 一位空军上校的话说 中国大陆目前正处于世界战略焦点的位置 战争风险很高 这位中国的战略专家分析说 从周边环境来看 中国已经处于一个敌对的 西行大包围圈当中 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是世界所有大国当中最坏的 世界上目前公认的七个 有核武器的国家当中 有五个在中国的四周 这位中国的战略专家分析说 在这个西行的 对于中国的包围圈当中 东部以美日韩作为联盟 作为起点 美军不断的加强第一和第二岛链 对于中国的相关部署 南海的多个国家 也拼命的发展尖端的潜艇 和远程的战机 美国是幕后的总指挥 而围绕南海 美军有三个基地 还有关岛和新加坡张仪海军基地 对南海形成对中国的 实际三角的合围 美国还希望 驻见越南的金兰湾 作为军港 这位中国的战略专家分析说 在陆地上 美国从巴基斯坦 阿富汗甚至印度 可以对中国的陆军展开战争 通过中亚的18个 美军的军事之地 美国可以直接威胁到 中国的新疆还有西藏 美军可以纵身打击到 中国边远的 西藏和新疆的福利 这位中国的战略专家分析说 在西行的 对中国的严峻的包围圈当中 把美军的战略武器计算在内 包括美国在亚太 中亚和印度洋的空中打击力量 使到中国的东南沿海 到西藏新疆 都在美军半小时的 活力打击圈之内 中国形势相当严重 好了看到谍报 特别提到了 中国的战略专家说 中国处于这样一个 西行的包围圈当中 对中国形势相当的不利 问一下马领圣先生 怎么看这个所谓西行的 对中国包括有核武器 在内的围堵 同时呢 说美军实际上 众身打击半小时 可以打到中国任何地方 怎么看 这篇文章是贯彻 胡锦涛先生 居安思维的思想 从大战略上来讲呢 是对的 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形势 比这个冷战时期 更为严峻 因为已经没有了 以苏联为首的 这个华约集团 所以美国呢 基本上在战略上 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正像这篇文章所说 从这个东北亚 从这个东南亚 甚至从南亚 从中亚 是四面包围 这个西行何止 西行啊 整个是一个圆圈包围了 比这个冷战时期 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呢 还要严峻 但是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中国经过六十年的军事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 它已经不是无下阿盟了 它今天的陆军都不用讲了 陆军三打三防 已经能把整个这个国土的防空拿在手里 这个以前那种U2飞机随便飞到中国领空 飞到中国的府地去侦查这个核设施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再有一个呢 中国已经有了弹道导弹打卫星的本事 也就是说在资讯战可以和美国这个你打我的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以超限战来制衡它的这个核超级大国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图啊 虽然这个在东北亚它方面呢 韩日美有铁三角 加上台湾又是一个铁三角 加上这个澳洲 加上越南是一个三角加一个三角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突破也有办法 中国突破我的看法是有三大方向 一个是从南海方向突破 一个是从台湾方向突破 还有一个就是收服印度霸占的领土 三个方向突破 这三个方向突破呢 要中国力争主动 这一篇文章不是想想说这个中国和这个世界大国的迎头碰撞 战争是难以避免的吗 好 那么战争既然是难以避免的 就不要在别人选择的地方 不要在别人选择的时间 不要在别人选择的战争方式和战争对象 而是要由中国主动 中国选择这三个方向 在政治上都完全正确 是收服国家领土 但是哪一个战争采取哪个方向突破更为合适 更为是本小力大呢 我个人认为台海是有可能是采取非和平手段解决 但是这是属于打内战 中国人打中国人 实际上呢会两败俱伤 但是打越南就不同 打这个收回南沙就不同 收回南沙的岛礁和这个油田就不同 还有就是从印度西南方向收回中国的藏南地区就不同 这些都是本小力大 是可以考虑的 总之有一条 要突破这个所谓新型包围圈 必须是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 要是四面受敌的话 那就被动了 就陷入了冷战的怪圈 巨大路到 这是我在 我在今年八月份 八月份写的一篇文章 这个在环境时报 但是写完以后 凤凰卫视做了评论 台湾的淡江大学和美国的海军战争学院 都进行了评论 包括当时有很多美国的媒体 都要采访我 因为我这个身份不适合采访 所以就跟他们谢绝了 昨天的香港卫视的军情官大使 也就是马鼎盛 昨天还在说 前天我在中央期频道在录节目 录到半截的时候 这个潘主任给我打电话 他说马鼎盛在说你 他说你说他不专业 他说他在 他说你到底怎么说他不专业了 就是其中刚才马鼎盛讲的一句话 他说经过六十年的发展 我们已经可以把防空拿在手里 一有二科技再到我们大陆侦查 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所以我在深圳市民大讲堂的时候 我曾经就就就他的这个评论 发表一点发表了一个观点 我说马鼎盛是地方人士 不是太专业 这句话不知道怎么出去了 赫拉贝马鼎盛呢 就抓住这句话 昨天又做了一期节目 他说我说他不专业 但是我接着还有一个例子 为什么不专业 我说U2固然今天是过不来了 但是B2还能过来 并且是两架B2 从我们华东华南 在我们的上空过了一趟 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 B2的他这个体积比U2就大多了 而且是两架B2 过去了 我们就没有发现 这个军队的很多同志都知道 这就是对我们的示威 所以说我们今天并没有强大到 足以让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的人民放心的程度 所以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 主要是跟咱们复旦大学的沈丁丽 沈丁的一个教授 对未来中国时间形势的判断 他说中国未来时间不可能遇到战争 我说不一定 有可能会面临这个战争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所以这篇文章就在国际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那么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来源于 我十几年来对国际局势的一个判断 对我们中国周边形势的一个判断 那就是我们中国目前已经处在一个被包围的一个状态 在中国周边 这个结论就与我得出同步的这个结论的一个人 日本一个人 龚崎正宏 日本一个评论员 他用一年的时间跑遍中国的邻国 那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没有回到这个母校 很多城市我没有去过 我是在国内走 在我们国内的边境这边境在走 他是在我们的国外在走 他走了一年 我走了十年 那么这个十年跟他这个一年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 就在我们的周边 包括军事基地 军事联盟 核武器的国家 赌场赌品 恐怖主义等等 把我们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包围 这么一个包围分两段 一段是海上包围圈 这基本一个基本态势 所以当时我看到咱们这个六十周年的时候 很多人在写就是关于我们六十六十多年 我们新中国的一些成绩 我们很多人在说说我们六十年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我回去就拿了个放大镜在这个地图上找 找我们的朋友在哪里 找来找去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朋友在哪里 这个包围圈分两段 一段是海上包围圈 海上包围圈 以日本为七点 日本的从冷战以后大家都知道 他把他原来他这个重点是联合中国 防止日本 防止苏联 防止苏联南下 那么冷战结束以后 实际上这个苏联的威胁已解除 美国日本立即把枪口转向了中国 在目前日本的军队里面 他拿出了五万人五万人的部队 其中日本陆军就拿出了日本陆军的一半 成立了一个里岛部队 所以我们为了迎对钓鱼岛这个地方的方向的作战 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 他只有24万人 一个长辈军 拿出五万人编制了一个陆海空的一支部队 拥有力导 现在日本还向联合国申请那个冲之鸟交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离东京有1700多公里 这个地方我们大家看一看 他刚刚宣布要在这个地方建海空军基地 那么这个地方是台湾 这个地方是冲之鸟 和美国的官岛就靠在一起 他宣布这个地方为日本的国土 这个国土一宣布他就会拥有这个地方42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国土 那就和美国的国土和美国的海外飞地连成一起 就连成了一片 那就再加上日本的本土 日本控制的这个海洋面积就超过我们960万平方公里 这个面积基本就超过了 那么他还加在这个两条 这个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 所以日本你不要看那一块是一块礁石 实际上这是一个最重大的战略部署 对日本从这个地方 一个是从外围上有一个点冲之鸟礁 第二个点 就是琉球群岛 在琉球 现在目前日本是 我当时因为在外地演讲的时候 那时候日本跟美国关系还比较不错 不像今天就双方围绕这个地方呢 出了点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都出在琉璇 琉璇这个地方 我们中国叫琉球 现在有很多人也跟着日本叫琉球 反正在我自己写的文章当中 我从来不叫琉球 而且我还在今年的三月份 在环球时报公开的发表过一篇文章 是有感于我们的外交部门 和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 因为我接触到我们的 对外的一些经济谈判 和一些外交谈判的很多专家 在做一些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跟他们都是朋友 我发现他们在对外谈判当中进入了一个误区 就是我们现在跟日本谈也好 跟越南谈也好 都依据联合国的一个海洋公约 就是整天讲什么国际法 以这个国际法为基础 和他们进行谈判 我这样的话 就让我们陷入非常大的被动 现在要按这个海洋国际法 海洋这个海洋法是1982年制定的 那么他这个海洋法呢 他就有两条 就是说如果双方不共有大陆架 那么就是说按大陆架来算 你大陆架延伸到什么地方 按这个来算 我们大陆架就延伸到这个中流海界 就中国和琉球这个地方 就延伸到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是双方共有大陆架 那就要平分中间线 那在这个地方是钓一岛 日本认为钓一岛是他的 所以他就从这个地方 给我们平分东海 所以你不能按这个海洋公约了 我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中国与日本 没有临海化解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和日本不是邻国 因为我们两国之间隔了一个琉球 这是琉球国 琉球国1879年才被日本这个吞并过去 可是这个吞并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得到世界的承认 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例子 一个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里边 我们就认为琉球 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读一读文艺多的有一首诗 妻子之歌 对不对 他就说琉球和台湾一样 都是我们中国的儿子 都是中国的儿子 这是在中国人的印象里 他即使不是我们的一部分 他也不应该是日本的一部分 那么在美国的美国人的 这个思想里边 他也是把这个琉球这个地方 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1945年 日本和美国在这个地方打过一场大战 这场战争以后呢 日本战败了 美国战入这个以后 四次向蒋介石提出 要把琉球归还中国 前提是让蒋介石把这个新一军 也就是在缅甸作战的孙力仁的十万 十万部队 调到日本去 作为占领军 当时美国人非常害怕日本人 就是日本人打起仗了 这个日本人基本上就不 根本上就不能算人 就说他那个人是非常的野蛮 但是美国人就认为 中国人特别恨日本 他就想把中国军队调过去 美国就派一个司令部 军队有中国军队去做这个占领军 然后用这个 用这个做条件还给中国 蒋介石为了打内战 所以这个机会就放过去了 就没有要 没要以后 美国就站住这个地方 他站住这个地方以后干什么呢 他在观察 所以一直一直观察到今天 他就看 将来在美 在中国和日本之间 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 因为美国从二战以后 已经把这个 他的战略事业 已经放大了全球 他就是一个 这个时候就是 把他的这个国家 下一步的发展目标 定为全球战略 要争夺全球 争夺全球 他就要看美 中国和日本 谁有可能成为他的盟友 谁有可能成为盟友 他就把这个地方给谁 那这个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和美国后来发生了战争 中国就一边倒 靠到了东方阵营 所以美国在1972年和日本就签署了一个归还 冲绳的一个协议 签给他了 但是中国并没有承认 就直到今天双方还在围这个地方闹 那么今天现在美国呢 就当时签那个协议 包括今天二月份 他还签那个协议 美国准备撤军 当时美国有一个判断 他认为就是说 在目前中国正在崛起 而日本可以帮助美国牵制中国 所以他就准备把这个地方全部撤军 撤到关岛 他的原意是让日本的军队进来 暂据这个冲绳 靠近台湾和大陆 从而因为东海问题 让双方引起双方的争端 这是日本的 这是美国的考虑 但没有想到今年七月份 日本的政局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以后 美国现在又不撤了 尽管协议刚刚签订五个月 现在美国又不撤了 你他现在不 他又开始又回到当时这个犹豫 他还在又在开始继续观察 那么就是看中国和日本 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他的朋友 所以美国签完协议又不算数 又不走了 再一个就是钓鱼岛 美国利用这个钓鱼岛 在这个中国和双方之间 日本在七月份 今年七月份还宣布 要在于那国岛驻军 但是现在这个他已经宣布 这个暂时停止 但是没有说不往这个地方派 因为是日本的国防部的一个副部长 宣布的 就在这个地方 离台湾有110公里 110公里 就在日本就光着一个起点上 这一个起点上 美国跟日本加上他的其他的一些盟友 亚洲的盟友进行的演习几百次 难以统计 各种陆海空的演习难以统计 不议其数 蓝色包围线的第二个点是台湾 所以尽管目前大陆跟台湾的这个关系比较好 但是美国绝不会放弃这个地方 美国和日本都有为了保卫台湾 不惜和大陆发生大规模战争的一个基本设想 所以当时日本有一个 我们就说日本 日本也就是防卫庭的一个次官 他就说过 他说我们对于台湾的态度是这样的 他说台湾和大陆是夫妻关系 他说夫妻吵架 我们邻居可以不管 但是你丈夫要杀妻子了 那邻居就不能不问了 那就是说你大陆要对台湾进行 这个如果是武力解放的话 武力进攻的话 那日本就不能不管 整个日本军界和日本政界 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南四海上包围线的第三个点是南海 南海目前的这个情况呢 我在这个关于这方面问题的 一个写的文章也比较多 在一个在深圳卫视还做了很多的节目 南海这个问题也是这样 所以我当时写那篇文章 确实是主要是给这个 想给外交部和谈判的一些专家来看 我就是说我们在东海 在南海和他们进行谈判 都要注重一个历史权益 我们不要跟他搞这个 不要跟他谈那个地理 谈地理谈不清楚 我们要谈历史 历史上谁最早拥有这个地方 所以我在深圳卫视的时候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利用这个节目 因为他是上卫星的嘛 可以对这个全世界播出 所以我就给他讲了一下 我说你看那个南海 南海离我们中国特别远 离越南离菲律宾离他们 这些国家都很近 那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呢 你现在就离你这么远离别人这么近 你说是你的那不是欺负他们吗 所以你现在要干这个联合国海岸公园 你现在在那边我们非常被动 我说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给他讲历史 别的我们不说 我们就说中国和中国和越南 我说越南在宋朝以前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就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个宋朝以前在这个地方设许 设许 设许 宋朝以后越南是一会是我们的领土 一会不是 一会是附属国 一会又这个这个一会又回了 那他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现在越南的真正的独立 是1975年才独立的 才独立 那在他1975年独立以前 那这个地方是谁的 所以说我说我们中国和越南关于南海 和南海的关系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儿子和老子分家 对不对 你儿子大了 你可以独立出去 你把房子拿走了 但是这鱼塘是老子的 你不能拿走啊 对不对 他这个南海并没有独立啊 南海还是我们的 后来我在节目里吧 我就说出来了 但最有博的时候 他给他恰掉了 我说我都不怕 你们怕什么呢 对不对 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外交部门 和我们的这个谈判 这个专家 我认为是没有找到 这个对外谈判的那个点 根本没有找到感觉 你应该怎么谈 谈到最后都把我们的东西 谈成和人家共有的了 对不对 本来就是我们的 第二次跟那个 跟那个 跟那个徐光宇监军 我们去做这个节目 他这个主持人问 那个徐光宇监军 咱们园上房华学院的 这个副院长 他说徐建军 你认为南海 未来这个双方解决 南海问题的这个前景 会怎么样 徐建军说双赢 他问我 他说戴老师你怎么看 我说双赢不可能 要么他们拿走 我们丢掉 要么我们拿回来 他们丢掉 怎么可能双赢呢 我说要么拿回来 我说这个情况 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我们一什么手段 把它拿回来 顶多就是和平拿回来 或者是武力拿回来 顶多就这个情况 所以现在我们整个海上的 这个静态度就是这个样子 除了这个第二岛链以外 这是第一岛链 那就是由美国构筑的一个 一直就构到这个南海 但是现在还不仅仅是如此 我们目前海上的这个情况 相当于两扇门 就是从日本 关到南海 这是太平洋上的一扇门 那是从日本这边 关过来 一直关到南海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人 在关一扇门 那就是从印度洋 一直关过来 这就是印度 美国就是实际上 现在就是一个关门人 就在这个南海这个地方 两扇门都关起来 美国然后 目前联合这些东南亚 这些国家 我爸在比喻为门栓 还有澳大利亚在后边 所以在这边呢 基本上一用力 我们整个这个海上通道 就被全部的关上了 当年这个地方 这个一直是就是 是被美国和英国控制的 这个太平洋这个地方 你就是这个通道 你就在1942年的时候 被日本的联合舰队 半年之内打开过 就是太平洋到这个印度洋的通道 被日本打开过 但日本随着日本海军的这个战败 那么这条关的这条通道 又被这个英国和美国 把它合上了 现在又是美国又联合日本 又对中国关上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到现在没有人懂海军 这就是这个月也要出的一本书 海图腾 我写的 为什么没有人懂 我在这里边就是 在这本书里边用了 一本书的篇幅 阐述什么叫海军 什么叫现代海军 所以我认为世界上目前总海军的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英国的海盗司令德雷克 一个是美国的马汉和日本的东乡平马朗子 现代海军是什么呢 平时要能够为自己的山床护航 暂时要能把敌人的军队堵在他的国土上 这是德雷克说的 可是我们现在有些海军的人 别的人就不说了 说经过六十年的海军建设 我们已经建设成了一道海上的钢铁藏城 海军是藏城吗 所以我就用了一本书来论出这个东西 海军是不是藏城 如果海军是藏城的话 那日这个英国日不落帝国是怎么凭借藏城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呢 美国又怎么凭借这个藏城控制全世界的呢 这显然我们用长城来比喻 比喻我们的海军 我认为不恰当 但是我光说不行 所以我用这个大量的这个论据 用了一本书的这样一个厚度 来论出它 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建成了一道藏城 而是别人在我们的海边上建成了一道藏城 我们今天海军这个阅兵以后 加上国际阅兵以后 暂时了很多海军武器 美国怎么评价的呢 美国说尽管中国海军展示了这么强大的武器 显示我们的海军实力有很大的增强 他说不过 他们与世界强大海军还有一定的距离 仅仅相当于60年代 前苏联海军的水平 在美国评述的 未来50年 必须通过快速的发展才能够随行海上控制任务 而我的评价是我们目前中国的海军基本上就是一个囚徒 囚徒困境 特别像德国海军当年的情况一样 德国海军当年就是在自己的港口上被英国海军牢牢地看住 这导致德国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 都没有对德国的陆军和空军提供任何帮助 所以由于他在海上没有配合 海上不能对他陆地的军队进行后勤支援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战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这样 由于他的海军不能把很多的这个机养 很多的这个后勤这个物资送过去 同时又不能截断 美国和英国的这个后勤资源 就导致后来这个德国军队 大量的专家部队在莫斯科城下没有汽油 无力进攻导致这个战争失败 那么他为什么是这样 那就是英国的海军牢牢地看住这个德国海军 他发展一条 英国就要发展两到三条 重型战舰牢牢牢看住他 但我们目前中国的海军 他这个形势比德国海军的形势要严重的多 当时德国海军只不过是一个人在看住他 我们中国海军现在几个人在看住他 美国日本印度还有东南亚的一大群国家 失去海洋对我们国家有什么样的后果 这一点我认为这个不用讲 中国到现在仅仅是如果我们不需要 如果我们不要是不靠这个海外的资源和海外的市场 我们会饿死在我们自己的黄土上 但是现在由于我们不能控制海洋 所以我们海外的利益基本上处于无保护状态 而美国现在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支海外联军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很多这个地方发表文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考虑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军事变革整天喊这个信息化 不关注现实问题 如何突破我们海上的围堵 才是我们新军事变革的第一道思考题 我们整天喊那个信息化 我们不能在这个信息化这个技术口号里边打转 海上除了这个平面的一个占领层面的一个包围以外 美国现在还在这个海上沿海上的构筑了一个海上反导一个反导的一个网络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导弹往东边打 现在也是基本过不去 被他们全部全部连接起来 08年6月份美国在那边打的这个 用它的这个导弹把卫星打掉了 日本同时也用它的这个导弹 也进行反卫星实验 都是在这个我们的东部进行 除了海上包围圈以外 还有一条路上包围圈 就是说我们目前今天中国的态势和冷战的时候不一样 冷战的时候仅仅是海上的两道包围圈 叫新月形包围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东西 这个冷战时候就有都罗斯命名的两道海上包围圈 但那时候两道海上包围圈呢 还没有印度洋 仅仅是太平洋上 所以现在海上呢多了一条印度洋 但是现在是从那个海上还有一条陆地上的一条包围圈 所以我为什么没有叫它叫它这个月牙形的包围 而叫C字形的包围 你就特别像那个英文字幕里边那个C C一样 陆地上还有一条包围圈 陆地上的包围圈 这紧接着海上包围圈展开的 它这个起点就在印度 这印度最近对我们中国的这个进攻态势 也只从零九年开始 咄咄逼人 但前面这个虽然也有这个态势 但不像今年这么密集 不像今年这么密集 前不久他们自己造的这个坦克 对新的坦克也成军了 烈火山也发射成功 现在美国和印度的关系搞得也非常好 已经成为基本上相当于美国的盟友 美国对印度的这个军售是完全放开 包括隐身战斗机 预警机 反潜机等等 我们中国给买了美国这么多的国债 给美国借美国这么多钱 美国对我们连一只手枪都不卖 但是印度对他没有经历没有任何贡献 但是美国对印度什么都不卖 美国拉印度的目的 一个是围堵中国 再一个是这个分化俄罗斯 还有一个这个主党主党那个欧亚大陆结盟 还有一个是对付这个伊斯兰世界 他有这么几个几个考虑 就是我们对印度这个国家 昨天我跟原来这个成都军区的作战部部长 现在十四军的副军长还在谈这个问题 就如何考虑这个 他如何这个理解这个印度 我如何理解这个印度 印度这个国家你既不能轻视他 你也不能重视他 他是一个跳舞的民族 这个民族一点都不稳重 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 没有什么深深的考虑 他有一点这个实力 马上就敢跟你互来 所以我是对印度这个国家 该打就要打他一下 你绝对不能 你还不能把他当回事 他说哎呦这个印度这个东西 他说他印度这个军队也是很厉害的 我去过他们这个国家 我说你千万不能重视印度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你看 印度这个军队虽然多 但印度是一支没有军魂的军队 没有军魂的军队 是基本上等于零的 可以不把他当回事 为什么呢 我说你看 新中国的成立 是我们中国军队 一刀一刀打出来的 印度的独立 就和印度的军队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他也没有参加过什么相应的战争 只能在南亚欺负欺负欺负欺小国家而已 所以我说你 你一定不要把他当回事 你一定不要把他当回事 特别你作为作战部长 作为这个云南这个方向的这个部队 你必须要去有这个 迷失他们的这个气感 印度 比较嚣张的 他反对我们支持 他的这个反政府力量 那同时他又为这个 达赖 培养武装 这全是藏人 都是流亡的藏人 是印度的一个特种部队 一万人 这回我随这个空军的这个调研组 到这个青海和这个西藏这边调研 他们那个公安厅给我们汇报了很多情况 就在这个青藏铁路上 很多的地方 放置了很多的这个爆炸装置 很多的炸药 有很多手段是相当的精密 所以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是那个是谁干的 绝对不是普通藏民干的 手段非常的隐蔽 我当时就告诉他 我说有一支这样一个部队 很可能是这个部队 换上便衣过来的 因为他都是藏人的 穿上便衣说战予 你也不知道 就过来了 从印度这个起点 再往西走 是巴基斯坦 所以美国在巴基斯坦 目前这个反恐打的是热火朝天 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在那里琢磨 美国在这边 他在干什么 反恐本来就是一个假命题 在巴基斯坦打更是假上作假 所以说美国在巴基斯坦 实际上明打塔利班 暗打中国 为什么这么说他呢 因为美国在巴基斯坦 所有的军事行动 全部集中在西南方向的一个省 这个西南方向就是靠近印度洋的一个省 我们在这边建了一个港口 我们当然建这个港口 三连目的 很清楚 就是为了避免将来有遭一日和印度翻脸的时候 避免在印度洋上受印度的牵制 那么我们到时候可以从那个巴基斯坦 那个瓜德尔港这个地方呢 卸货 然后通过陆路进西南过来 包括以后买伊朗的这个天然气什么 这些都可以避免印度的干扰 美国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美国就这个到今年五月份 他有一个人写了一个文章 他说我们必须尽一些可能 迫使建设了瓜德尔 需要伊朗天然气的中国推出 他打来打去都在这个毕露兹上打 打得中国的投资的企业全都回国了 那么这个港口也没办法建设 后来我们也都撤回来了 美国在巴基斯坦 他的这个用意一会儿我会讲到 但是目前在这个地方 他的美国的作为就是这样 主要用那个刚才那个显示的 那个不是那个无人机 进行在这个巴基斯坦进行打 不断的打 那么从巴基斯坦再往西北方向走 就是阿富汗 这是目前美国全球布局的一个重点 他在这个地方打 美国在阿富汗打 主要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这个观点不仅仅是我这样认为 美国的很多战略专家也是这样认为 他说这个关于这个塔利班 关于塔利班 关于这个基地组织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很难说 就是不是有这个基地组织不知道 但是美国在这个地方借这个油头再打 四个目的 一个是一打这个阿富汗为油 禁住中亚 禁住中亚干什么呢 控制离海的石油 第二就是破坏这个上海组织 上海组织 阻止中国和俄罗斯结盟 三是击压俄罗斯 四是卡住中国西西东书的脖子 在今年的七月份 北京开的一个防控会议 这个会议级别比较高 因为防控组长是胡锦涛 但是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所有的防控专家 总参的二部三部四部 安全国家安全局公安部去了一批 这个防控专家 还有我们国家伊斯兰问题专家去了一大批 当时我正在给司令写一个写个东西 所以这一天半我们两天的会 一天半我们又参加 最后去了半天 半天我去的时候 这个会基本上开完了 但是还有几个专家呢 后来他们就是进入到集体发言 我就听他们在说 讲来讲去全是西这个 讲新疆的这个三国势力 如何如何仓决 防控问题如何如何严重 后来我就不再同意他们的观点 我说你们讲这些东西 实际上你们看到的都是一个道具 都是一个道具 所谓的三国势力 所谓的热比亚 所谓的这些东西 全是一个道具 我背后还有一个玩道具的这个人 你们要看出来 只要美国在中亚 美国在阿富汗 这个地方这个事情 新疆这个事情 这个乱的这个事情 根本就不会了 根本就不会了 他说目前下一步 这个地方最严重的 是这些人如何杀我们的党军的这个官员 我在这里边 由于我多往这个多次往这个地方跑 我可以把这个地方的防护形势 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讲个故事 就是咱们河田的河田地区 出河田域的这个这个地方 咱们这边有一个主要领导 叫什么名的我不出了 他每天干什么呢 他每天练八枪 练到最后 今天他这个八枪出枪的速度 从八枪上膛到激发 基本上等于我们一个特种兵 这个速度 天天练这个 上面就练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形势非常的严峻 确实严峻 就练那个东西 形势很严峻 但是我告诉尽管这个形势很严峻 它依然不是主要问题 后来所以我跟他在那边说了一下 我说你 我跟我们国家防护办的一个领导说的 我说你 我认为 我们新疆最危险的是什么 我最危险的是 有遭一日中国一旦和美国发生大规模的对抗 美国可能会武装三十到五十万维吾尔人 瞬间切断 机器动输的管道 把他吓了一跳 然后会结束完了以后 把我单独留下 我们俩一直谈到凌晨四点 他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我因为你不是军人 你考虑问题 老是这个站在这个防恐这个角度 这个东西只是表象 这就是我开始说那个 表象的后面是真相 真相的后面是真理 他老看这个防恐 把他吓了一跳 我这个问题才是最严重的 而前天 恰恰目前 维吾尔的 我说只要是美国人给武器 这个地方一定就组织个几十万人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地方的行政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严重 我这才是最大的威胁 美国人已经到了离他们非常近的一个距离 所以说我说你要把这个问题 向我们最高领导层 向他们反映 前面讲了美国对我们中国的包围 我这一第二讲就破解一下 美国为什么包围中国 为什么包围 四个问题 其实美国在第二这个二十世纪 这个一百年当中 他打败了凡大敌人 打败了日本 通过军事手段打败了日本 打败德国 冷战又战胜了苏联 从这个时候1992年开始 也就是1991年苏联垮台 1992年美国的所有战略专家 战略学者开了一个会 就是美国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得出的一个共识 他说目前美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 一个有利的态势上 我们一定要建立世界帝国 他现在已经成熟 就在这次会议上 实际上在前不久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也有过这样一个提议 就是在21世纪要建立世界帝国 建立世界帝国呢 他就锁定了三个新的帝人 那我现在这个三个帝人一会儿再说 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建立世界帝国 前不久有一本书叫货币战争 大家可能都看过 他说呢 他这里边揭示了一个真相 美国是被国际银行家控制的 国际银行家呢 在借助美国的国力 控制和制解全世界 然后呢 掌握世界的货币发行权 控制世界的财富 这就是他的结论 然后是这个美国一个经济学家 也就是地缘政治学家 威廉安德尔 他是这样分析的 他研究 他研究美国研究了37年 他的观点是 他如果是认为这个 就是目前的一个战争 这些 这些这个美国战争政策呢 这只是一些布什 他的一个家族的一个计划 那就错了 他说这是整个美国主导势力的 一个极致性的共识 从美国一19世纪末 开始第一次帝国冒险 就是美国这种 这种整个政策就已经成行了 现在在奥巴马的这个顾问班子里边 有布热金斯基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布热金斯基 威廉安德尔得出的结论是 美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邪恶的强权 他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很少得到报道的一些地方 实施产无人道的一些暴行 正在进行这个事情 他的观点最后是 他说美国已经从根本上变成一个出于异勇 从战争状态的四八大国家 也就是说目前控制 我个人的观点是 目前控制世界控制美国的 是各类的寡头 什么工业寡头 石油寡头 军工寡头 精神寡头等等 他们控制了美国的政治 他们要占有全世界的财富 商人嘛 就要不断的占钱 不断的控制这个财富 而美国的总统都是 都是这些 都是这些人的代理人 都是这些美国各大家族 各个寡头的代理人 只不过是他们代理人而已 这出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 那么他们就是美国这些家族 驾驶美国的战车 能搞全世界 所以列宁 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是帝国主义阶段 尽管我们现在很少在读列宁的著作了 但是我们还应该想一想这个语录 所以我认为美国目前就是 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 我还将它命名为世界帝国主义 我们只有建立到这个概念 才能够分析 才能够把我们目前国际政治的一些 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 才能看清楚 美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全球性的国家 控制着全球的海洋 天空 太空 还有网络 他下一步就要建立这个世界帝国 改造别的国家的政府 让别的国家听命 他要建立 在21世纪建立世界帝国 就确立了三个对手 一个伊斯兰世界 一个俄罗斯 一个中国 威廉恩尔尔在11月1号 在北京做了一个演讲 那天 他们国发了一个邀请 让我也去 因为这是一个研讨 这个研讨要跟恩尔尔对话 那头一天呢 前学生去世了 北京下大学 你去下的特别大 多么大学 是多少年了 多少钱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都没有过的 我那很犹豫 是去还是不去 后来犹豫半天 我觉得还是去 因为我没有看过恩尔尔的书 对他的一些观点 我也不知道不了解 犹豫半天 我还是去了 去的时候 恩尔尔已经讲完了 讲完了 后来呢 我买了他一本书 看了看 他就说 他的一个观点呢 他就是 他说美国目前 在全世界 正在包围中国和俄罗斯 他没有说伊斯兰世界 这个是我跟他的观点 是一样的 但他少一个伊斯兰世界 我认为三个对手 美国对付他第一个对 对付他第一个对手的 办法就是直接打击 因为世界的真相 我前上不是说了吗 一个地方于三大战场 三大战场就是三个对手 第一个对手是伊斯兰世界 美国对付这个伊斯兰世界的 这个打法就是直接军事打击 所以到现在我们老师 美国喊恐怖主义 我们很多人也跟他喊 那个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 只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 推行霸仙主义的一个副产品 所以他编造了很多的谎言 打击这个伊斯兰世界 这句话 这后边的句话 不是我说的 这是沙尔奈尔讲的 他说本拉登和911的这个关系 是不是本拉登造了这个美国的世帽大楼 这个东西很难说的 根本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基地组织 这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造出来的 像在冷战的这个期间 这个制造很多这个苏联那些阴谋一样 都不知道 但是就依这个为借口 连续对伊斯兰世界发动了 持续不断的战争 美国打击伊斯兰世界 几个目的 一个就是拔出俄罗斯的这个战略 这个据点 防止苏联的复活 第二个就是控制石油 控制石油 其他的就是 镇压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 扫平未来称霸世界的一个障碍 所以美国为什么又打败了伊拉克以后 还要把萨德姆绞死 这就是个心理战 就是告诉阿拉伯人 不要试图和美国进行对抗 所以下一步美国又锁定了伊朗 所以你看03年打掉伊拉克 04年就出现伊朗核问题 于是美国再会打伊朗找借口 美国对付第二个敌人的办法是继续实施冷战 继续解压 解压俄罗斯 进一步制解俄罗斯 因为这苏联已经被他制解掉了 那么俄罗斯现在还是有30多个联盟组成 美国下一步还是要进一步制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现在对美国寸步不让的一个原因 就到现在整个北约 还在坐着和俄罗斯一边进行冷战制解 另外还在做好了这个军事战争的准备 北约的司令就刚刚十一二号才说 北约可能会和俄罗斯发生北极争斗战 我们主要讲的是中国 美国对中国这个对手这个战场采用的办法非常复杂也比较多 多管齐下 首先是整体改造 经济掏空 地缘包围 军事遏制 政治高压 外加外加互有 我觉得哈欧巴马再也会来 你看给我们送了什么了 送了一个声明 我们去他那个地方送了什么 全是真金白银加订单 美国按照中国太监的模式收到了日本 现在又按照日本的模式收到中国 这就是整体改造 这是美国的专业手段之一 我们看看美国中心局中心局的时代要禁令 实际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这个传播也比较广 你今天再看一看 里边能够和我们的今天现实啊 全都能对上号 一个是用物质引诱 败坏中国的青年 鼓励他们藐视 社会的教育 我们都是干真功的 我们在从事的东西 就是美国想要通过物质手段 败坏的东西 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 替他们知道对色情奔放的兴趣 中国现在是什么样 大家都知道 要尽一切可能 让中国人向往他们的什么呢 一时出现 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 享乐游戏 宗教迷信 看这一条 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面 找机会 分裂他们的民族 分裂他们的感情 还有一条 运用他们的经济和技术 又是有形无形的打击中国的工业 打击他们的工业 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 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 社会动乱 这样他们的政府就会显得疲软 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动乱 相比他们的道德人心 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 这就是我后来为什么提醒我们国家反恐办 有可能他们会装备这个维吾尔人 完全有可能 兰德公司1999年向美国政府提过一个报告 他说美国对华战略三不折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 但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 从而失去和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第二个是在第一步 失效的话 进行遏制 形成合围 目前进行的第二步 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步都不行的话 都不行的情况下怎么办 打仗 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直接参战 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 台湾新疆西藏等 或者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美国正在目前武装这些国家 上个月我刚刚看中的消息 美国已经对越南全部放开军售 也就是说越南想买美国的什么武器都可以 这也是不热金斯基 对我前面讲那个一条战线 这个一个地方 三大战场 后来我在不热金斯基的一本书里边 后来再看到 跟他这本书里边设想的一模一样 三个战线 三个战线 三条战线 我讲的三大战争 正好就是他设计的这个三条战线 语言书我还没有买到过 因为布尔金斯基出这个竞赛方案这个书呢 总共在美国就印了三千本 到中国来的就更少 所以我们很多内部机构以后翻译了以后 他们就作为内部使用了 所以路上我还在说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的很多有关机构是很不像话的 你这是对我们这个民间是搞这个话语 搞这个信息权的不平等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有什么保密的 你们作为内部双方舍导致导致很多人 我们想看到我们也看不了 我们经常干那个东西 那个印个秘密 印个机密 印个内部的东西 别人就看不到 影响我们的研究 所以我们要看清这些东西 就是美国我们固然发展中国经济 中国不能和美国搞对抗 离不开美国和西方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 美国是怎么想的 他们是怎么想的 就我们的话语权不能跟着他走 当然在这个防护会上 我和咱们国家的 头号的伊斯兰问题专家 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冲突 我就提出这个观点 我说我们有必要重新损失 我们对这个本拉登的态度 我说美国的恐怖分子 是美国自己的 我们的恐怖分子是我们自己的 个人打个人的 为什么我们要帮着美国打本拉登 美国不帮我们打热比亚呢 对不对 我说在某种意义上讲 我说是这个本拉登 正是因为本拉登对美国的牵制 所以才让我们中国有了八年的发展机遇 对我某种程度上 我说我们应该感谢本拉登 我一样我的观点 我说08年万云会长 我们应该请本拉登同志过来 我这么一说 惹翻他了 他说你耸人听闻 你这样做会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敌人 我说咱们怎么内部会议不超过20个人 我说说就不行吗 我说你说我们要如果这个 我们支持本拉登 我们就成为全世界的敌人 我说你给我讲一讲 本拉登什么时候伤害过中国 他说有的 就是我们上海人 在新华社公职 名字我不说了 因为我又说就像马底森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跑出去了 他说 这个有的 我说有你把证据给我拿出来 他一下拿不出证据了 我说美国伤害中国的这些证据 我能给你拿100条出来 本拉登的在哪里 对不对 我说既然双方美国和中国是防恐的这个盟国 我们帮你打本拉登 你也应该帮我们打热比亚 对不对 为什么你可以支持热比亚 我们不可以支持本拉登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 也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对这个大事的一个基本把握 目前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可以不和美国进行对抗 你心里也要有数 现在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心里也没有数 作为我们国家 投号伊斯兰问题专家在中东 住了三十多年 非常对他们 应该是对伊斯兰那个问题非常有研究 号称只要一有防恐 所有会议都把他请过去了 居然他是这个观点 还在那边 美国认为本拉登是敌人 他也认为是敌人 我认为在脑子里边就少一根筋 当今世界的这个新闻 基本上就是在伊斯兰世界 俄罗斯和中国和美国之间 来回转 大家可以要看那个报纸也好 看那个电台也好 实际上这个的电视也好 基本上这个新闻跑不出去 这个一个地方 基本上跑不出去 要么就是胡言之间 现在布洛金斯基 我刚才讲的布洛金斯基 现在正在游说俄罗斯 让俄罗斯与西方结盟 对抗中国 同时又在拉拢俄罗斯制裁伊朗 所以这里边潜伏着一个非常大的阴谋 因为我们都是学政工的 我认为政工 学政工的人应该是战略家 培养应该是战略思维 所以美国他目前正在做这个事情 一旦美国要和俄罗斯达成一个协议 对伊朗的战争很可能就开始了 俄罗斯这个国家呀 由于现在目前是我们的盟友 我就不说他的话话了 我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 他说俄罗斯是个叛徒国家 他们的学者说的 1991年出卖伊拉克 1999年出卖南联盟 那现在谁知道会不会出卖伊朗 美国要俄罗斯要出卖伊朗 我觉得存在很多正常的理由 为什么 我甚至我都相信 美国俄罗斯在鼓动美国打伊朗 为什么 这也是美国目前不敢打伊朗的原因 所以当年在04年美国准备打伊朗的时候 我连续写了四到五篇文章 我说美国在目前 至少在五年以内不敢打伊朗 绝对不敢打 所以现在那个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可以听 那个环球资讯每天一个 每天他这个播出那个节目的时候 是我录的 我去我现在在国际广播电台 一周做一次对环球的大事经营评点 现场直播 直播完了以后 他把我那句话放在他们一个 就是广播的开头了 那头那句话就是 美国绝对不敢打伊朗 为什么 美国打伊朗 霍尔木兹海峡就会被切断 原油就会到美 就会到500美元一桶 谁得利啊 俄罗斯 所以说俄罗斯 现在我认为他有一个计划 就是让美国打伊朗 就像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以前 石油是25美元一桶 结果到07年的时候 是140美元一桶 俄罗斯一下子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 所以现在美国不敢打的原因 和俄罗斯想让美国打的原因 都是一样 要把石油价格打上去 美国对中国的暗算 前面是讲那个 就是目前的这个大势 一个地方 与三大战场 不要讲中国战场 四个方面 一个是经济绑架 经济绑架这一块 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一出来的时候 当时也把我吓一跳 我都不知道 我们居然买了美国这么多的钱 这么多的国债 所以美国后来在这个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还是华盛顿邮报 您说他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老骨鸡旁边绝望的赌徒 不赌已经输了 要赌还得积极往里填 就这个样子 现在没有办法 所以接着我就在上海的新闻周刊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金融危机背后有战略玄机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美元不贬值 可是1998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 东南亚国家的这些货币都贬值到 百分之百分之四百的贬值 贬得一分不值 那美元为什么不贬值呢 所以我认为这里吧就有 就有玄机 现在这个贬值开始了 今年的四月份到九月份已经贬值百分之十二 中国的买美国的国的八千亿国 再加上买各个公司的这个债务可能有一万四千到五千亿美元 今年的五月份 我在杭州开了一个会议 是咱们国家所有的这个金融部门 熊光凯他们那个研究会组织的 咱们国家开发银行一个人到那边去讲了一个内部的银行系统一个内部报告 他说这个在两房美国已经就是破产的那个两个公司 我们损失掉的 就是完全不能回来的 是四千五百亿美元 也完全不能回来的 全部损失掉了 所以现在我认为就我们这个八千亿美元的投资 我们可以看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买了这个中国利用外资是八千亿 但是这个外国的八千亿美元控制了中国二十八个产业当中二十一个 这个数据来自于新华社 但是我们的八千亿美元全部买了美国的美国的债券 我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设计 他美国借中国的钱就是干什么呢 把我们的钱全部拿过去花 再还不算 让我们没有钱买技术买资源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和我们的这个军事现代化 除了经济掏空以外 美国目前正在做的 带走中国的三个小卫星 对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们的朋友编辰一下 我们也看到朋友在哪里 实际上还是有的 就三个小卫星 一个是朝鲜 一个八级子弹 一个是缅甸 朝鲜 今天八月份缅甸国杆那边的枪声熄灭的当天晚上 当时我跟跟他们的城东军区的一些军区的领导我就说我说我们在这个事上 犯了个错误 在国杆这个事情上 我说你怎么能够允许他们在这边就任意着在这个地方打呢 他说那军委也不下命令 我们不敢动 军委也不下命令 你们应该主动行动嘛 你扬动一下也可以啊 你爸不对 这个调动一下 他说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缅甸为什么打我们 我说我告诉你 为什么打你 我说缅甸要走了 缅甸要走了 这个我一会再讲 这是朝鲜 当天第二天早晨我就飞到了沈阳京区情报部 我想搞清楚 目前朝鲜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 但是我们这边目前对朝鲜的情况也不清楚 也不清楚 我到有关的部门我也没有搞到 包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到外交部 到北京大学的这个国际关系学院 都试图想要找到为什么金正日这么搞 他到底想干什么 都没有搞到 我认为就是目前我们对金正日这个心思一点没有搞清楚 因为我们都是内部人 我可以把这个话题翻开讲一讲 我个人对他的判断 我认为朝鲜 金正日目前想的就是要为他金家政权的延续 为他的儿子接班 寻找一个安全感 要留下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所以他既怕美国打他 也怕中国控制他 就想在两个国家之间 两个大国之间搞平衡 一方面是他不相信中国 所以说中国呢 他当时也没有当年跟中国跟这个南韩建交的时候呢 也没有对朝鲜提供这个安全保护 不是像美国对日本和韩国一样提供核保护 我们也没有给这个保护 所以这个导致朝鲜对这个中国呢 前面是有怨恨 然后呢 有怨恨以后就产生恐惧 然后到目前就开始发展那个核武器 实际上他发展那个核武器 既有敲诈美国的用意 但主要是用来敲诈中国的 在今年的九月份 实际上这个十月份 朝鲜一个代表团跟韩国谈判的时候 终于说出来了 他说我们欢迎美国驻军 以抵消 某个我们的邻国 对我们国家的控制 这个话当时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 但是也没有出我的意外 没出我的意外 这就是朝鲜的心思 所以我们一定要摸准他的心思 我当时跟沈亚军区情报部的部长 我就这么讲了 我说你们要算一个报告 明确的跟中央说 对朝鲜就三条 不需要进行什么六方谈判 就是两方谈判 就跟我们谈就行了 我说第一 你不就要安全吗 我给你安全 对不对 不仅现在给你安全 你走了一会儿 你儿子的安全 我们也给你 第二我们给你钱 我说我们这么多的中国这些 我们的美元在美国都已经变成废纸了 拿一部分给你 把你朝鲜的矿山这些资源做抵押 对不对 解决我们的问题 你解决他们的 他们没有钱 我第三 如果他不听 我说你们就告诉他 你走了以后 你儿子活不了 当然那个话可以不这么说 但意思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两拉一打 搞什么六方会谈 对不对 朝鲜的命就是我们救的 他没有是不是跟他们进行六方会谈 当然是个人意见 第二个就是美国目前已经控制了巴基斯坦 控制巴基斯坦 美国的用意很简单 一个是斩断中国通向印度洋的道路 一个出口 同时切断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 就让三大战场不能连成一片 这就是美国的考虑 我下不去谈谈这个缅甸 可能这个缅甸很多人也没有往那个地方去过 缅甸啊 就在这个海陆包围圈当中 缅甸出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一个节点上 就因缅甸这个地方出去的那个点上 往东是太平洋 往西是印度洋 所以这个地点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正在建一条水油管道 建一条水油管道 这个管道就是我们为了避开马六甲海峡 就像我们为了避开印度洋 要在巴伊斯兰搞一个港口一样 我们在缅甸也是这样 而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美国现在放弃了他们的价值观 要和缅甸搞好关系 它还是我们整个西南的一个出海口 我们不仅在这个地方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 还可以节省三千公里的海路 但是现在美国进去了 美国进去这个战争就开始了 突然就打起来了 我想在这个地方就多说几句这个国干这个事 这些国干军啊 这个地方国干这个地区 国干族就是汉族 往往全全的汉族 最早这个地盘是明朝的汉人打下来的 反清复明的这些人打下来的 打下来以后就有 以后就有足足卑卑的中国人就把它继承下来了 就到了这个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中国的大量的知青 到这个地方支援东南亚的革命 工卫兵 这里边就出了一个英雄人物 一鹏家生 率领的一些全部由四川的知青 主要是四川知青 把缅甸军打得落花流水 就这个地方 后来缅甸军就跟他 缅甸就跟他们达成一个协议 就这个地方高度自治 实际上就是国中之国 国中之国 国港这个地区他用的这个区号是云南的区号 说的全是中国话 中国人去这个地方不需要签证 直接就过去了 就突然就打起来了 当时打的时候呢 这个前面还 当时打得比较惨了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 我们都不知道 实际上我们是被缅甸的军方暗算了 之前就是我们的公安部跟他们 我后来听说这个情况听说 我们又看到原件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就跟他们搞了一个会议 忌读 双方忌读的一个会议 他用这个忌读的名义 突然就打起来了 把郑贵军调过来 打得我们那个 打得这边这些人 就是措手不及 那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后来美国原来是一直是 制裁这个缅甸 这个制裁这个缅甸 现在也派了一个副国务卿 前一段时间 11月4号过去了 奥巴马从这个韩国过去 所以这个访问完了以后 就去见缅甸的总统 这彭家生说 缅甸的军政府 很想跟美国印度 搞好关系 给予证明中国 自己不是中国支持的亏赖 所以向国感痛下插手 同时也是事实我们的反应 但实际上我们也没什么反应 中国家人一段 上我们的卫星 美国同时还组建了 针对中国的第五中队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 台独 这个达赖等等 这些现在目前 不仅只是这些 这些势力 问题是这些势力 现在全部连成一体 你看看 这个达赖跟热比亚 不就不同 不同性别 不同宗教 对不对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些美国 现在这些势力呢 他们就是 都是以美国做总统的 所以就是 美国总统 是美国那些权力家族的道具 可是美国总统手上 还有两个道具 还有一群 还有一对道具 就是这些小木偶 什么热比亚 什么达赖 什么这个法轮功 什么等等 包括国经济 这样的文化汉奸民运 等等 大藏区 那天我跟这个 纳尔的这个人 谈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美国为什么在西藏 要搞这个西藏这个事情 就是在美国大战力当中 它有一环 就是要控制 将来如果一旦实际成熟 就会让这个大藏区 这个地方独立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有七条大的河流 印度的 这个亚洲的七条大的河流 都发源于这个 西藏这个地方 所以美国的战略家认为 控制了西藏 这个西藏 控制这个水源 控制这个源头 就可以控制整个亚 这个这个 欧亚大陆的亚洲部分 强可以控制 就我们到现在 我们那个研究 这个战略里边的人 我还没有发现 谁有这样的一个视野 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 新疆的事件 我多说几句 因为我从那个地方过来 过来以后呢 我这个 当时在西藏这个事 今天在休息时 我跟院长跟政委 谈到这个问题 就07年 07年 我去这个 明星年 我去西藏 11月份 去西藏 了解到那个地方 发生过一个痛大的事情 这个就是因为一个很小的事情 当时这个西藏的一些牧民 康巴地区的一些牧民 欢迎喊出一些 这个让达赖回国的口号 那么我们的武警 就把这个人控制了 一个村长 控制以后 这个牧民 马上包围我们的先中队 抢夺这个弹药库 抢夺弹药库 后来在抢夺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他的这个武警呢 就从派这个武警 过这个地方支援 支援以后 然后牧民也派人过来支援 他起码到这边去动员 最后形成像那个花卷一样 夹心饼干一样 层层包围 大概裹了三四层 最后过了两到三天以后 我们的大部队过去 把他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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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呢 因为当时是密集比较高 把他押住了 把他押住这个事 你没当个事 没有通报 后来我去了以后 我连远的这个情况 而且这个事过完以后 他们这个发现 这个藏民去带着这个枪 都已经不是 当年这个牧区打猎用的枪 打猎我们当时政府允许牧民 永远五六十半字洞 因为他们要打猎为生 那这一回去的拿着枪 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不仅是半字洞 后来这个 把他们这个牧民解散以后 他们进行那个 交枪 到牧民家里去收枪 藏民没有一个人交枪的 谁都不交 最后怎么办 最后就买枪 从他们手上买 所以破枪 基本上几千块钱一支 好枪打的 打到一两万 打到一两万 结果我今天没带这个盘 因为这个密集也太高 这个枪收上来的呀 堆积如山 我后来一看那个枪 半天我都没说话 什么枪呢 AK74 本拉登身边竟然放了 那个枪 不是我们那个五六式的通风枪 大转盘机枪 伯格式的手枪 什么枪都有 最多的是六三式那个全自动 这个枪我们已经淘汰了 但是大量的枪在他们这个地方 后来我就问 我说这个枪怎么跑到他们手上去了 说起来很有意思 这个枪是我们当年支援这个缅甸共产党的枪 后来缅甸共产党这些人停止这个抵抗以后 这个停止这个反政府以后 他把这个枪又卖给了他们 藏民又从他们手上 这个枪我们当时无偿是这个这个资源给他们的 就这个枪后来他们又卖给藏民 藏民又把这个枪 后来又卖到我们手上 那枪买过来了 那枪太多 很多手枪一长一短 我才知道这个牧区藏民的全民武装程度相当的高 还有很多的炸药 所以当时我就给这个这边的这个领导 我就给他写了个报告 我说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说根据我对这边的局势的整体把握 我说我认为08年3月份西战要出 西战要出问题 我说为了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十几天对我的关照 我给你留了一个报告 文人嘛 我说一个学者嘛 啥也没有 无一为报 给你留个报告 六千字 我说你希望你把它报给中央 我说我判断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 我说我研究问题跟别人不一样 我说我研究的所有问题全是预测 包括这个报告也是全是预测 我不研究对以往的这个事件的解 这些解释说明 统统不干这个事情 搞预测 我说明年3月份一定会出问题 我说要是不出问题 你也没什么损失 未雨绸缪有什么错呢 对不对 我说如果出了 可能对你 不会有坏处 有个报告 他们见多 见了太多了 天天见这个事情 没有把它当回事 我跟他讲 我说为什么08年3月份会出 我说因为08年3月份 全国人民的这个注意力全在北京 而我们军队解放军的注意力都在台海 怕谢长廷上去以后宣布独立 我说这个时候西南方向是个空当 达赖一定不甘计谋 在这个地方闹事 我以你今年这个 这个07年8月份出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事情 武警从这个成都这个地方 跑到这个这个这个事情发生在礼堂 甘子礼堂 跑到这个地方 翻越这个478米到5000米的大山 翻越了20多座 我说你看你这个部队掉过去 70到80个小时 速度太慢 我说你必须要给这个中央写报告 到军委来协调 用成都军区的陆航船 支援你的 支援你的这个警察行动 武警行动 我说你还有必要把你的这个武警的衣服 运上这个几万套放过去 到时候让解放军穿上你的衣服 我说你再印一些你那个武警警徽的那些不干交的这个交条 把那个军徽给他挡住 因为你用军队容易受人一笔 你还这些东西我都给他想到了 我说你要这个你有必要 你倒是通过上场来协调 你有利于尽早的控制这个态势 结果这个报告也没有上 所以后来当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这个他那时候他也在北京来开会 那个时候我们的武警已经被这个藏民看到两百多 看到两百多了 所以是付出了非常大的这个伤亡 很大加 新疆 新疆回来以后我六月底回来 我再也会去新疆和兰州大学的西北民族问题研究所全是研究这个民族问题的专家 最低是博士生导师最低是博导 一路 十来个这个十来个博导 兰州大学的新疆大学的四川大学的全是研究民族问题的 这个从从这个河西走廊 走到这个乌鲁木齐 然后从那个地方穿越整个南疆 我一路上都跟他们说 我说新疆的问题很严重 偏偏我到那边去看到的情况一点都不严重 到哪个地方因为都是当地政府接待 每到一个地方都是组织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个歌舞团 跳舞 维吾尔人这个能歌上舞 那看到的全是歌舞升平 所以我一路上说新疆很危险 一路让他们笑话我 他说就你是这个围拱天下不乱 满脑头都是危险 危险在哪呢 所以当时我也没看到危险 我还能在心里没有底数 但是我老感觉到肯定是危险 我老预感到这个地方是有问题 我说不清楚 就回来我给这个首长汇报 他说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跟西藏问题不一样 我说西藏我能够判断住时间和地点 是因为我看了大量的东西 内部的一些东西 加上我的一些这个分析 我说我能判断出来 我说但是新疆这个问题 我判断不住时间 但我能判断出地点 我说新疆一定会在乌鲁木齐出问题 他说为什么 我说现在新疆大街小巷都有一个口号 所有的人都在喊 中国的问题在边疆 边疆的问题在新疆 新疆的问题在南疆 我说这句话是不对的 尽管我才去了15天 我说我也感觉到这个地方 不可能出在南疆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因为南疆和南疆的这个人口比例构成 维吾尔人占了95% 其他小巷民都占了5% 这个民族构成 我说他就不会起很大的民族矛盾 都是维族 维族跟维族斯基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我说这个5%的汉人全是拿枪的 建设兵团 武警和解放军 他不敢惹 我说这个地方不可能出大问题 出去出一些小事件 大事件都不可能出 我说最大的问题 北疆也不可能 北疆都是汉人的地方 为人占的少 他也不敢闹 问题出在这个乌鲁木齐 我说这个地方一半对一半 最有可能出问题 他说 他说这个 他说他说这个 那你为什么不能判断时间 我说我不能判断时间 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形势太危险 我他可能会出在明天 也可能会出在明年 哪一天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个形势非常危险 因为我从很多我自己调研的东西 因为大家是内部我可以把这个话说出来 希望大家也不要举报 这个地方两个原因 我们现在这个 因为在正攻训组 我心里面很有这个 很有一种担心是这个话能不能讲出来 但是又觉得既然是母校 反正是对不对 反正现在可以讲出来 也不是咱们也不作为这个其他的这个场合 都是内部也不对外这个散发 对我说我自己的个人的观点 不对大家可以批评 咱们现在一直把这个新疆问题当成那个三股势力 我都觉得这个三股势力啊 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就算是 也是外因之一 也是个外因 核心问题 还不是他 所以我后来讲了 我说他说核心问题是什么 我说核心问题 是我们目前社会问题在民族地区的反应 太腐败了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 烂掉了 我这个话把手上的吓一跳 他这个结论可不能随便说啊 我说我要没有充分的调查这个这个研究 我绝对不敢说这个话 谁敢说这个话 我说当然我也不能说 现在这个我就有了很多这个依据 没有 我只是通过这个对生产建设兵团的底层 研究的东西 我说我得到的一些 因为时间也比较短 我调研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 我说别的都不讲了 其他的这个在新年的这些干嘛 我就不说了 我说就是建设兵团的这个腐败 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变成了一个生产经营集团 仅仅从这个制造思想的转变 就已经是乱掉了 所以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 让你去到那边对内 保持这个民族地区的稳定的 对外要抵御外敌入侵 在这新年建设兵团毛主席 当年建这个建设兵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 今天的连纳智能都没有 大家可以看得到 七五事件爆发的时候 新年建设兵团起什么作用了 对不对 根本就没起到这个作用 那你说明你已经烂掉了嘛 说明我当初的这个这个判断根本就没有错嘛 你就烂掉了 那这个烂掉 有方方面面的这个事情可以可以支撑 你搞起经营来了 而且他又是个武装集团 武装集团搞经营 那我们军队是有经验的 是有是有体会的 对不对 武装集团搞经营能不腐败吗 而这个腐败 在民族地区 你这个腐败最后出现的情况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固然理着是有这个 是有外在因素 肯定有三五事例 但三五事例的存在不是今天才有的 几百年都有 奥斯曼帝国在这边传过来就有 对不对 八九年当然了 这个随着中亚国家的一些独立 在唯独一些资质分装当中 也确实是有他们建国这些需求 但这些都这些势力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特别像南疆 这个庞大的地区 又没有现代化的通信手段 根本不可能起到这个思想动员的这种普及的作用 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们如果都把这个 什么原因全部都加在这个地方的话 会导致我们看不清这个问题 真正的这个原因 因为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 这个我不展开讲 但是美国除了在这个民族地区制造这个动乱以外 美国目前针对中国的还有一个 贩卖这个迷魂药 他贩卖迷魂药的这一条 就是我在六月十八号在环境时报参加了一个 所谓中国的战略精英的论坛 咱们中国有六十多个人嘛 目前都去了 这些言学通啦 包括上海的黄仁伟 反正各个这个层面上嘛 比较这个有名的一些人 而我们目前在我们国家智能团里边的一些人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 呃都是别于欧美 这些人后来在这边学了个什么呢 这本来这个我的发言是下午 结果后来听他们上午 听了这个几十个人的发言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说你把我的发言调到上午 调过了 他们讲了一大篇理论 就是我们目前中国 今年零九年可能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GDP第二 而这个再过十年可能超过美国成为GDP第一 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说话就算数了 讲了一上午全是这个 为了GDP 我们中国要忍辱负重 干什么人 我们都不发生冲突 这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忍下来 我说这是谁告诉你们的这个这个理论 说GDP强大了以后国家就强大了呢 后来我就拿了个话筒拿过来了 我说GDP是大国的标志吗 1840年清朝的GDP是大英帝国的六倍 是世界的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 世界的三分之一 比整个美国加上欧洲的这个GDP大得多 我说那你的中国的清朝GDP这么大 你怎么不及把欧洲瓜分了呢 你怎么让人家瓜分了 所以你看 这是巴布雷尼当时画的画 他们的海报 谁也没有把你的GDP 罢你那个百万大军当回事吗 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到了一九一八九四年 甲午战争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已经被人家夺了五十年 怎么样呢 我们的GDP还相当于日本的九倍 还比日本多得多 那你怎么不把日本打败 罢这个流行收回来 我说你怎么办了 那些学者都不吭气 都不吭气 其中倒有一个人说 他说那你怎么解释 为什么今天美国的GDP 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美国就可以控制全世界 我说你不问我也要跟你解释 为什么是这样 那是因为你看看那个GDP的构成是什么 不要光看GDP的数量 就像比两个人有钱一样 你有一百万我也有一百万 但你那个一百万怎么来的 你卖而卖你卖出来的 那能叫钱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那背后那个东西 构成GDP的这个质量 它的结构是什么 我说那你看看美国 美国今天GDP是什么 太空产业 航空产业 船舶 机械制造 计算机 生物科技 农业 它的军事就是靠这些产业支撑的 正是这些产业 支撑它的GDP 日本也是啊 日本第二 汽车 电子 我们包括现在用那些相机 什么设计相机 全是日本 就是俄罗斯 它的GDP目前也还是 虽然GDP只有中国的一半 但是哪个国家敢小 敢小看这个俄罗斯啊 清朝呢 清朝GDP 财业 蚕丝 瓷器等等 所以那个时候欧洲人家的GDP是什么呀 机器大炮 军舰 工业产品 所以我后来给他得出个结论 我说赞成是双方GDP质量的对撞 不是GDP数量的抵消 这也是他们画的画 八国联军画的 一个大拳头 抵挡人家的大炮 抵挡人家的军舰 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说中国的经济学家 我还没知哪个人 我说你们不仅没有军事常识 也没有历史常识 当然说话说的很难听 所以商量一些人 我刚才说了一个话 我说没有国防转化能力的GDP 实际上就是狗的屁 这不是汉语翻译过来 不就是这个翻译吗 谢谢 后来这个现在在北京都已经传开了 就应该这样翻译 然后还有一句话也传开了 只会卖地盖房子 当今中国经济 其实就是一只只老虎 就是这样 你不要在那吓唬别人 看我们今天中国的GDP 什么过程呢 和清朝一样 我们今年的GDP是什么呢 这个是薄熙来说的 拔一条裤子换美国一架飞机 都是一样的GDP 但是能造一架飞机的 这个国家是强国 生产拔一条裤子的这个国家 就不是强国 看看我们今天的GDP 防地产 防制品 烟酒玩具 这些东西战争的时候 都不能转化为国防力量 我们战争的时候 总不能 拿着玩具 背着酒瓶子上战场吗 那怎么办 那只能用我们的血肉 组成我们的长城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战略产业 已经全面的空心化 像上海和北京 这个我当时就写文章批判过 在我身上蓝眼里面 我就批判了 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城市 也发展房地产 你是国家的高技术产业的城市 发展这个东西 这也是我的结论 肥大不等于强大 重量不等于力量 现在我们的航空工业还提出 要万亿目标 要达到这个GDP的一万个亿 航空工业 我在很多眼睛当中 因为我不能再写文章了 再写文章的话 他们就会告空军 你航空工业和空军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 最后我不能写文章 但是我在很多的内部场合 我碰见过他们 我说你催这个一万个亿有什么用呢 你赶紧把我们的F22造出来不行吗 对不对 就算你造不出F22 你就是造个发动机也行啊 现在这个发动机三十年也没有造出来 整天也去造这个东西 现在你看我们的大飞机制造场 只能为这个波音造一个机门和尾翼 当然了 现在我们说了 年底我们的大飞机200吨大飞机就可以试飞了 就可以组装出来了 我可以给大家把这个解剖一下 对外宣传 刚才不说了吗 宣传有纪律 那就把它咱不对外宣传 那些东西都是组装的 都是组装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各个行业的这些企业的企业家 已经企业家都是正式化 吹气球 吹气球 毒害了很多的人 你看看 如果我们的经济姿势像我们的经济学家吹的那样 我们的经济搞这么好 那四十多年来 现在总共是有六十多位这个诺贝尔这个经济学奖 三分之二是美国人 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一个都没有呢 你看看双方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就知道 当时这个 这个谁 这个中央电视台一个评论员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 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想获得诺贝尔这个经济学奖 他说虽然没有永远那么远 十万八千里还是有的 我说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当我们的政治家领导我们摸石头的时候 他领我们摸了一大堆砖头 这样的经济学家你怎么可以获得这个这个这个诺贝尔奖 对不对 我们的经济学家我也没有见到有一个像安道尔这样子 具有全球世界 这是经济学家 联系写了一系列的书 并且是针对中国的书 石油战争 粮食危机 金融海啸 他把目前这个金融海啸比喻为一场新的亚全战争 而且是针对中国的亚全战争 这是一个美国人写的 所以我们的经济学家除了喊GDP以外 啥也不会说 那搞房地产 结果就是这样 清朝最好的房地产是厄方公 清朝最好的房地产是圆明园 最后都是洋人一句可怜教徒 所以我当时写完那个房地产支撑不了大国崛起的篇文章 也在环境时报发的 上了那餐 在网上 点击量超过五六千万 其中有在一个网在网易一个网站跟贴是跟了五千七百条 结果被他们删掉了 删掉了 我当时我得到的结论就是这样 我说我们的房地产已经完全失控 房地产市场 已经成为国内的这个垄断资本和国际游资联合打结中国人民财富的战场 现在很少有人去上升到这个高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国家一个正常的发展 这么多的大国 这个他这个正常的发展 都是先发展工业化 当你有了钱 有了东西 然后再用这些东西 去发展房地产 房地产这个产业 它不能扩张 你不能赚世界的钱 哪个国家的发展 都是要用全世界的钱发展自己 而唯独我们这种发展模式是剥夺我们的工农 就像行同一般 你腿上的肉给你割掉 吃到你的肚子里 这怎么能可以长久呢 但是现在目前这个东西 所以已经控制不住 后来我看了这个朱镕基 大记者问这本书里边 他说 他在200年他就说过 他如果中国要不发展高科技 中国经济就到头了 但是我现在发现 你看九年过去了 中国没有发展高科技 经济也没有到头 还得继续弄那个东西 进入工业时代以来 实际上我们看了世界军战士都可以知道 战争打的就是工业技术 工业实力 二战时候你看 欧美 德国 打的是这个 当年这个抗人战争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日本掉了一百多万人 实际上用于作战的六十多万人 中国付出三千五百万人的伤亡 为什么 没有工业实力 我们当时的金工商 怎能造步枪 连钢盔都不能造 钢盔全是买 买这个英国这个这个西瓜皮 它是铁帽子 还不是钢盔 铁帽子 这由于今天我们没有核心技术 所以我目前整个这个军队的这个技术形态啊 非常低 这也是我在环球时报说的这一篇文章 这个 当时把那个难听的话拿掉了 我说目前 这个世界各国军队呢 美国呢像个老鹰一样 在天上飞 俄罗斯像鸵鸟一样 飞得不高跑得很快 我说中国军队就像企鹅一样 虽然报纸发了 后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话不是太好听 在我们部队内部 所以我就没写上去 而这个情况 中国整体目前这个情况相当于什么呢 和甲午战争和那个时候 俄国的情况一模一样 看起来你的军队规模很大 但是技术形态很差 特别是工业没有核心技术 军队也没有高技术装备 所以你看甲午战争一来 清朝打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打 萨拉也败了 都败了 所以萨拉提早第一个退出 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退出完了以后 马上爆发革命 跟清朝一样 这很危险的 由于你的这个 你没有这样的工业 你这军队这个技术形态低 一旦打上就失败 一失败以后马上发生革命 你这个政府就完了 非常危险的 第二个就是经济方面了 八千亿美元 这就是我在 跟国金证券 他们组织了一个演讲团 专门针对这个 全国的金融行业的 这些白领进行演讲 他们就讲到这个 就是说目前 他也讲到国债问题 但他们只是讲到 就是这个国债的贬值问题 但我就跟他提出 我说不仅是这个贬值问题 我认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是美国这个八千亿美元的 本金不会给我们了 为什么呢 我说我实际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我们这个八千亿美元 买了美国的国债 就现在有一块肉进了美国的狗肚子 我们现在很多人还说 一定要让那个美国人 经常让美国人保证 我们自己的安全 我说这句好比跟那个狗说 你要保证我那块肉的安全 那狗说你放心 你这个肉在我肚子里很安全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不会还 我还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 这是金言石告诉我的 金言石 国金 上海国金证据院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上学的时候 他的老师 他告诉他们的老师 这是个真事 这个 这个的索罗斯 他索罗斯的这个门徒 他索罗斯现在是一年和一个不同种族的女人 发生一次恋爱 他到的这个到每一年的最后一天解除 七十多岁 只能玩这个东西 在玩钱 在玩钱 第二个 他讲这个 他说这个他有一次开这个年会 巴菲特这个年会 巴菲特这个年会 巴菲特 所说的我们美国的经济就是借钱经济 借全世界的钱 推动我们的经济 这时候就有个小孩站起来 他说巴菲特爷爷 巴菲特爷爷 他说那你们借钱 那将来不是要让我们还吗 巴菲特跟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孩子 好好学习 让你的孙子替你还 所以说我一听那个话 我就越来越觉得紧张了 所以我们这个钱 当代人是还不了了 所以我们要等到美国孙子去还 但美国孙子还有孙子 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还 我也不知道 同志演讲里边还有一个美国发明G2的一个人 这个门尼斯 刚才来的那个国金证券的王总 就刚才这个拿了这个书进来的这个 就是他们邀请的G2 我跟他同他演讲 他先讲我后演 他第一个讲我第三个讲 我一听他讲的这个话就不对 他拿那个G2 所以我就对他进行这个猛烈的批判 他说所谓G2 就是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 中国人挣钱美国人花钱 我哪有这个道理呢 我们中国人生产我们不能消费吗 我们不会消费吗 我你好比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就是牛 我们吃进去那是草挤出来的圣奶 挤了奶以后给你们美国人喝 我们不会喝吗 我们挣钱你花钱 我们自己不会花钱吗 他这就是我们设计的格局 我对他就是你骗我们的那一个格局 对不对 另外一个他后来他也讲 底下有个观众问他说 门尼斯先生 他刚才戴先生讲了 说八千亿美元你们不会还了 他说你给我捡一捡 你们会不会还我们这个钱 他后来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当初美国独立的时候 我们欠英国人的钱 结果我们把他打跑了 后来我们又欠荷兰人的钱 荷兰人 我们也把他打跑了 他当时我们不过是借了八千万美元而已 他现在你这个情况只不过是八千亿嘛 跟他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就是他没有说出来 你要找到要钱还是把你打跑 后来一个观点是我和他争论的 因为今天时间关于我就不再 不再讲那个东西了 批判他的观点 贸易围堵 目前是美国带头 正在全世界 正在发起对中国暴徒般的贸易攻击 这就是我要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认为由于这个美国对中国进行 对世界的他的一个世界战略的要求 和对中国的目前那个大包围圈的一个合成 得出的一个结论 就是下一场战争中国再接能跑 第一个原因 是美国是金融综合体的国家 他三分之一的大企业全部在从事这个军品生产 军火是最暴力的行业 他的这个是 他的技术 他的经纪全部靠军工产业这个拉动 而就只有战争 才能拉动这个军工产业 所以说 这个战争打了以后有几大好处 一个是美国军队的装备的所耗 可以向军工厂这个订那个军火 第二可以向世界去卖他的军火 所以美国的每一场战争 都是他的武器的一个广告 面向全世界去卖这个东西 打仗可以要别人的命 不打仗就要美国的命 所以美国要打仗 现在是 我主在给美国 在奥巴马什么事都没做 给他收了个诺贝尔奖 我认为是给了一个老虎 钻了一个红头绳 带了一个小龙头 就是希望他不要打 希望他不要打 但是很有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美国的总统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非常的多 但几乎没有一个的总统 在他认情内不打仗 最好战的这个西奥多罗斯福 就是首先拉开美国战争 决心虚目的人 比较而言 我们三十年 前三十年 你打了几次 这个小规模的战争 全是自卫反击 后三十年 一仗都没有打 所以美国的国家性质 实力力 决定了美国仍然是 世界上的战争国家 这是第一条原因 我们不能摆脱战争的第二个原因 这是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把它总结出来的 是战争跟着财富走 就像食肉动物跟着食道动物走一样 这是个自然规律 所以我们可以看二十世纪三次 这个财富大转移 第一次财富是欧洲 从中国抢完财富之后 欧洲变得富有 欧洲就成为这个世界财富的中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都是 到第二次财富转移 是七十到八十年代 欧洲的工业需要中东的石油 所以财富都跑到了中东 就是欧洲都把这个钱 欧美都把钱送到了中东 第三次财富转移 是现在都跑到中国来了 中国的低人力的这个人力成本 比较低 大量的这个财富都在中国 三次转移 我们先明确 就是这一百年的三次转移 每一次转移 都伴随着血腥的大战 当欧洲是世界财富中心的时候 两次世界大战全打在欧洲 中东是世界财富中心的时候 连续二十多年五场大战 小战无数 那现在财富中心到了中国了 凭什么说中国可以 避免掉这个战争呢 这就是我的历史规律 就是这样 还有第三个原因 经济危机一般都带来战争 这二十世纪初的英国的经济危机 导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战争可以刺激经济 所以大家就选择战争的这个 样式 一九二九年美国的金融危机 导入了一九三十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七十年代的石油经济 导致经济危机引发了中东一系列战争 所以现在又是第三次金融危机 兰德公司已经提出了战争方案 所以我认为目前美国正在寻找 战争对手 所以我判断从零六年开始 十年以内 就是可能中国会迎来战争 这些话又是战争说的 他说奥巴马跟小布什没有本质的不同 他说奥巴马是批着羊批着小布什 批着羊批着小布什 应该是批着人批着小布什 就目前奥巴马 我刚才讲那个前边 零九年上来以后 对中国这个周边形势 为什么这么紧张 全是奥巴马政府干 而不是小布什 因为小布什是因为在防恐的时候 中国帮了他的忙 小布什对中国还是比较感念的 所以对中国没有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围堵 恰恰是奥巴马 我们认为是和平总统这个奥巴马 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围堵 他现在这个围堵 一个人就吓走我们这个 在我们中国制造这个不稳定 吓走我们中国的资本 说严重一点 我认为中国这个面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会导致中国的被瓜分 我们看第一次被瓜分 第一次被瓜分 大家都知道是1940年 这个1840年 第二次被瓜分是洋务运动 也就是清朝的改革开放 第二次被瓜分 所以我们是一直认为 我们是复兴跟崛起 但是他们这些西方的一些列强 是有历史感的 他就认为在美国和日本的眼里 他们思考着就是中国这次肥牛已经长大了 也可以开刀打杀了 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这样 当时洋务运动之前中国的财富已经被他们夺完了 所以他们暂时就停下手了 让中国发展 中国就发展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 洋务运动 积累了很多财富 日本突然上来了 把中国放倒 所以这个 甲午战争 这个战争失败 中国赔掉日本的钱是多少呢 赔了这个日本是 两亿三千万两百银 还加上价值一亿两的这个战利品 相当于日本国民收入的七倍 日本正是靠中国的这一笔赔款奠定了日本现代化的基础 现代化的基础 而这场战争又导致了整个世界全都扑上来了 英国当时报纸就是这么评论的 他当年整个欧洲都在无论是这个欧洲朝野里边的人 还是他这个在农田里边干活的这些这个这个农民 都在谈论瓜分中国 那就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 都一块来了 德国当年鼓吹 现在中日是适合以后 整个欧洲之人全都接于瓜分中国 俄国新闻报说 要紧紧抓住中国甲午战争失败的大好时机 干净利落的解决中国问题 有欧洲的几个国家加以瓜分 这是第二次 瓜分的 那个时候的瓜分导致我们中国的版图 做到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20年之内 中国会有一程针对中国的大屠杀大红奖 刚才我讲了 这是日他们列想他们是有历史感的 我们也应该有历史感 我们看看那个欧洲 欧美他们那个几百年的他们干的事情 他们干的事情就是在到处掠夺财富 先是去夺欧夺这个南美洲的黄金白银 都非洲的木材黑奴 地理大发现就是财富大发现 后来到19世纪发现中国 然后1840年 中国的GDP是三分之一 到1940年呢 一百年后 中国人被夺得老百姓穿不上衣服 夺得干干净净 这一百多年了发生在中国这个土地上的战争 数不胜数 但在这个一百年当中 美国没有发生一场战争 日本也没有 苏联打了一场内战 所以我认为我们改革开放虽然60年 但由于历史上两次瓜分被他们抢得太厉害 所以目前还没有强大到能够进入列强的这个程度 而世界战略的焦点为什么转移到中国 那就是因为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 这点刚才讲了 正是因为由于世界财富的这个 中国成为世界财富的中心 因此也成为世界战略的这个焦点 战争因此也就注定中国将会成为这个大的战争 这个大的战争 就是这个情况 食肉动物围着这个十套动物走 战争将在20年之内爆发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军队 美国新型军队 这个也讲到军事长 将在2030年左右 完成最后的变革 完成最后的定型 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 美国不是有四大军主 而是有六大军主 他新成立了一个网络站司令部 就是今年的六月份 一个四星上将 一个上将当他的司令 但是之前美国在八二年 就已经成立了这个空军太空司令部 就是这个天军和网军将会成为 美国的未来战争的主力 他的一小时打遍全球这个理论 我在深深蓝眼里面都已经说过 这是针对大国准备的屠龙刀 让大国能在一个小时以内快速瘫痪 快速瘫痪一个大国 我们很多中国人还不知道的一点 这也就是我经常在外边跑 我碰到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在高层也没有引起注意 就是很多的美国游客 日本游客 经常在我们的这个城里边 在我们的这个边缘地 在拍我们的很多东西 你看起来就是游客 不过是在流影 不过是在这个照相而已 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太是合法的 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进行美国的一项大的工程 叫数字地球 就是美国目前他的几十个卫星 把地球扫描了无数遍 在建立了一个宏观的整体的 就是把地球所有角落 全部给你数字化 但是有很多城市里边的具体目标 具体阶段他不知道 他要靠美国的游客 带着他们的摄像机 到这个地方去拍具体的东西 然后美国回去军方再把它买回来 输到他的电脑里 这样他要打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能够经济到每一栋建筑 在进行数字地球工作 这每一次新军事变革 他都是先进的 对落后者的一个残联属 这个屠杀 现在目前这一次 伊拉克跟阿富汗成为美国新军事变革的牺牲品 这是开始 这是开始 到这个新军事变革结束 大概在2030年结束 到这个时候 中国可能会成为他的牺牲品 会不会成为牺牲品 取决于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水平 和新兴军队的建设的速度 还在于 我盼着这个时间 还在于我目前这个发展模式 将在2030年达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 我不是他懂经济 所以我在跟国金征券 这个经济学家在演讲的时候 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这是里边的一些结论 来自于咱们这个国金征券的一些经济学家 他说咱们那个特别是金燕石教授 他形容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吹泡泡 发票票 没有这个一看经济困难了 马上发票 然后再制造一些概念 今天那个GDP8% 明天的9% 反正就给你搞这个东西 他说这个目前 而且他提出一个数据 但是目前我们今年09年 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和美国一样多 可是美国的GDP是我们的这个三倍多 是我们的三倍多 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在16% 到20%左右 尽管我们上面说要预防通货膨胀 实际上已经在膨胀了 已经在膨胀了 所以说这个情况 一旦要到这个泡沫 他判断了这个泡沫 到2030年 中国的这个经济泡沫达到这个最大值 他当时这个预计的 就是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城市 因为我们目前国家发展的这个思路 就是国家的城市化 拼命的盖房子 拼命的造房子 拼命的城市化 到2030年 他说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城市 都会有一亿多的人口 所以他说他判断这个房地产 到最后他说你像 上海目前正面的防御产 达到30万亿平米 不是不可能的 他的结论是这样 就是还在不断的膨胀 但是这个泡沫会在2003 2030年的时候会破灭 而这个破灭 日本的经济泡沫曾经破灭过 但日本没有发生战争 为什么 因为它是美国军事体系的一部分 加上美国又是高技术的 日本又是高技术的国家 所以尽管经济泡沫破灭了 那么他不过是 他还能维持这个经济 经济的正常运转 但是我们这种经济结构 一旦破灭 我认为加上美国外部 这个这个这个军事形势 加上美国对我们中国的图谋 一定会伴随这个战争的来历 所以当我们泡沫 催到最大的时候 正好是他们的列强 那个新军队打到完毕 所以我说那个时候 应该是我们是大的气炮 人家是大炮 两个又要对撞 而这个是对未来的这个这种研讨 加上美国和北约和俄罗斯的这个对峙 可能会在这个同时爆发这个战争 这还有一个问题 中国最大的危险 除了这刚才讲的是外部问题 讲的我在再接近中国内部的问题 前不久有一个英国人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中国人是世界睡觉冠军 他是从一些小的事上看 他说这个中国有时候 你看那个汽车上 还是看哪个地方 随时随意都有人在睡觉 但他这看的都是一页局部 他实际上他没有从更深远的角度去考虑 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的确在睡觉 从1840年 你说我们被人家夺了这么长时间 他现在还在睡觉 所以拿破仑那个时候认为中国是碎尸 我认为他看错了 他离中国太远 中国应该是一头碎牛 根本碎了就不行 那又最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不用讲 大家都很清楚 我在这里边讲 讲我看到的一篇文章 当时看到这篇文章以后 我是当天晚上就失眠了 就是看了这个赵列文 跟曾国藩的一个对话 他们两个在1867年 两个人曾经有过一个对话 曾国藩当时在湖广当总督 当总督他的一个朋友从北京去看他 然后就跟他讲 他就问北京情况怎么样 他说北京官府现在是明火之杖 街上有很多人没有衣服穿 其中有一些妇女也穿不上衣服 曾国藩说可能会激起民变 完了这个赵列文就说 他说不只是激起民变的问题 他说本朝可能会有很大的 很大的威胁 两个人就论 就论起来 赵列文就告诉他 他说从现在开始 我认为就一目前这种 就是国家这种状况 可能本朝还有50年 把这个曾国藩下 曾国藩不相信 你看现在这个朝中 那个大战都在积极改革啊 大家都在进行改革 而且是我们现在这个一片 这个因为阳污运动 一八月七年的时候 刚刚开始七年 惺惺向荣 外资大量的协助 各种工厂 就是与户村损的这个上了 人民都在这个忙着挣钱 而很多这个朝中大战 也在不断的完善改革国家的方方面面 完了这个赵列文就说 他虽然他们都在改革 但是改革的这些东西 这些方面都不是从最根本的方面去改革 他所以这个根本挽救不了 这个本朝 完了这个曾国藩说 那不是还有一个人很开明啊 他说你看一心 一心这个人就是改革派啊 他很开明啊 这个人很聪明 这个赵列文说 一心聪明信有之 以小智儿也是小智慧 小智慧 他所以说这个是没有办法 完了曾国藩说 要不然他说 那我就去跟皇帝说说 把这个 把皇帝迁都迁回来 迁到我这了 我用我的乡亲保护他 赵列文说也不可能 他说本朝要是垮掉的时候 一定是抽心一烂 土崩瓦解 神州路程 各自为政 后来他就给他讲了一系列这个道理 这个曾国藩后来听完以后就说了一句话 我日夜望早死 不忍心看到这个局面 我日夜望早死 现在我还没有听到过 谁说他日夜望早死 后年就是辛亥革命 这个爆发一百周年 我们要有这个历史感 所以到1911年辛亥革命一爆发 整个国家解体 所以这一个解体 蒙古出去了 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其他地方 新疆 正是因为这个 1911年这个国家解体以后 新疆塔利木河 我们上去 去南京调缘 那时候就在塔利木河旁边吃饭 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一百年前 这个地方的河水 都被汉人的鲜血涨红了 那就是这样 民族屠杀 这个就开始了 在一个有空 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个秋叶陈梦 写的是当年是一支 这个清朝的军队 在西藏 遵守这个西藏的时候 国家解体以后 如何避免这个藏族的这个追击 逃到一个大沙漠里面 没有回来 一百多人全部死在这个沙漠里面 非常的悲惨 这国家一解体 简直是没办法想象 对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问题不展开讲了 因为我们主要讲的是 国家面临的外部形势 有时候内部的爆发 还往往可以引起 外部的这个忧患 我们现在我就说 一谈你腐败 老说都是官员腐败 固然官员是腐败 但我们的人民 现在也很腐败 那我们不谈这个问题 你可以想象 当年上个世纪 我们那时候全全国人民 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奇异人民奇异兵 万里江山万里赢 今天呢 顺口留 十一人民 九亿赌 还有一亿在跳舞 满街 大街小巷 斗地主 基本是这个情况 我这个因为有军工行业 我现在去军工行业里边 很多很多高级首长 你退休的高级首长 家里的人都在做这个买卖 就是把外国的这些企业 这个产品介绍到中国来 然后我们中国的这个企业 要买人家产品的这些企业呢 就去去那个地方 到外国去去去去去 去这个考察 所谓的考察 去的地方全都是一些 那个那个灯红酒绿的地方 去这个地方考察 那天我跟首长 我们跟首长的秘主 我们俩交换交换信息 他给我发个信息 我一看挺好玩 他说你看 今天中国的现状 哄领导开心 就做做假 哄群众开心 就做做秀 哄老婆开心 就做做饭 哄朋友开心 就做做东 哄自己开心 就做做梦 其实就是这个 重庆打黑 现在他打得很有名 那天 我跟这个 具体单位人不说了 也是 前段勾及别的人吗 一讲 他重庆打黑 也是我们北京方面的 公安方面的人士 他重庆算什么呀 他黑社会算什么呀 我们比流氓流氓多了 讲的话 就这样子 他还讲到我们目前的 讲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一个歌手 大家都知道这个歌手 名字我不点了 在北京所有人的这个演出 他都要提成 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养了其他帮的黑社会 遍布北京几乎各大 这个公安局 都有他的朋友 结果惹翻了一个人 惹翻了成龙 成大哥也很厉害 就把这个事给他举报 上来以后 就把这个人给抓了 抓了这个情况 给这个人打得过去 一脚就把这个土人给提掉了 然后把他扔到一个盐水里 很多东西先交代了 劈里啪啦 抓了一堆人 不比重庆少 所以我就得出个结论 就是我说重庆打黑 重庆这么黑 那其他的层子 比重庆白多少 我说可能哈 可能 乌鸡乌鸦的区别 最多白的一些 就是像乌鸡白风玩这样 因此我们应该 深刻的理会 就是我们这位 十七届四中全会 胡主席号召我们的 反腐败的优异 不仅仅抓几个贪官的问题 很严重 再一个民间腐败就是切战 切战 我在环境时报主张 我们的海军 在海上进行演习 我说我们那个陆军 那个坦克就不要在地面上开了 把那个地皮全都压坏了 不可能以后在在这个地面上跟人家打这个坦克战 应该把我们的海军开出去 进行演习 结果海军马上就一个学者上了 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那你什么时候准备好啊 对不对 等你航空母舰准备好的时候 人家反航空母舰的东西也有了 所以我说准备不是指的装备上 而是心态上 抗母院长我们什么时候准备了 对不对 心理准备好就好了嘛 对不对 上去就过去了 所以鲁迅说 你这个强弱固然在有没有枪炮 尤其在拿枪炮的人 不是因为你的枪炮厉害 你就厉害 枪炮自己不会打仗 对不对 打仗还是要靠这些人去打的 如果别人要有这个枪炮呢 这个时候才见真强弱 罗斯福当年就说啊 那个西奥多罗斯福他就警告中国的国民 在1894年 我们绝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 那时候中国人是什么样子呢 自满自足 贪图自己江云里的安静 安静享乐 腐败堕落 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 只对金民 忘掉这个高尚的生活 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 所以你看看中国那个 到处都是这个洗脚城 洗头城什么这些东西 满足于肉体的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欲望 这这样的民族 在爱冒险的民族经过面前 这肯定要负败的 当时康熙的时候 西班牙在菲律宾杀华侨 中国不敢出兵 丢了马六甲 马六甲 但是我们有六万多人在那 琉球被日本吞兵的时候 求中国 完全不敢出兵 新中国就不一样 对不对 朝鲜那边一出事 还没求救呢 我们不得就开过去了 怎么样 全世界都恢复我们 98年印尼杀华侨 屋子里边讲一个势力 这也是我研究出的结果 抗人战争的时候 印尼华侨就为了救中国 死了38万 在二战结束以来 到现在印尼杀华就超过50万 那个果敢事件 张旭梁评价1934年的 中国人这样说 这个时候这个中国 这个西方你看 他去欧洲考这个游历嘛 因为他丢了丢了这个 东北全国人都骂他 他考察过来的结果 他说教师为金钱 学生为文凭 对国家的贡献 只限于摇旗纳喊 1934年 今天北京的一些地方大学啊 也差不多也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为金钱为文凭 摇旗纳喊没有 蒋介石这样评价的 1934年 我们的国员虚假伪善 贪婪腐败 我们的人民斗志患善 对国家福利莫不关心 青年的突飞堕落 不负责任 成年人 阴邪险恶 愚媚无知 有钱人终于放荡 花天酒地 穷人就这样 掉到一黑 非常之重 这样会引起社会动乱 1934年 日本人当时评价 这个中国的军队和中国的政府 他说那个时候 甲午这个北洋水石一成立 他们很多日本人害怕中国 这个人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 他说你不要怕中国海军 中国有一种漏气 往往有可行之法而 决无刑法之人 有绝妙之言而 决无谏言之事 就是说说 那个话说的很漂亮 但是都不具实践 都不具实践 你根本不用怕 今天中国呢 就像当年马克思韦伯说的 到处现在我们中国 弥漫政治事态主义 软乎乎的幸福主义 不要说对国对这个其他的这些国家去开战 连动我们的军队去救华侨 都把我们北京的一些地方学者吓得尿裤子 你动了就说我们威胁 我说你威胁你配吗 你威胁你有那个能力吗 自作作情 这很多啊 我觉得在这些年很多情况呢 有点像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 当时法国这个经过路易十五时代 这个发展又非常的兴盛 全国大兴土木 建格局院 建了格局院 只能演这个喜剧 在总体上呢 这是我在环境时报 那天那个论坛上发言的 我说我们就感觉今天这个中国 很像拿破仑死后的那个法国一样 民族没有灵魂 国家没有方向 军内不会打仗 不敢打仗 最后在世界上被变远化了 从我们历史上比较像宋朝 宋朝是到处送 北宋的时候送 南宋的时候送 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叫这个 宋朝 他这个先送 你后来把命又送掉了 我觉得财富不是国家最终的唯一目标 还是应该有信仰 我们不仅要想着我们要怎么样 还要想着别人怎么样 历史根本没有中断 还在继续 所以前代我们就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就是讲完西新疆 讲完西藏那个情况 我们看中国的地图后来我就看就不是不是像原来那样看了 你从右边往左边看 我们的头颅在西藏 我们的新疆是我们的脖子 东南沿海是我们的心脏 最后的结果就是 如果这个事情要一旦起来以后 中国可能会被肢解 中国肢解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因为外国也有几块论 但他没有往下谈过 后来我就进一步的再分析 中国要被肢解的会变成一些小国 小国离开大国是不能生存的 那么就会靠在 会靠在几个大国身上 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这小国就会靠在这个美国的身上 成为美国的亚洲的这一个联盟 那么就会最后会成为美国的亚洲联军 亚洲盟军 向俄罗斯开战 因为俄罗斯因为人少 可能会动用核武器 那就会消灭掉中国大量的人口 同时也和俄罗斯同归于尽 实际上就是在为美国在打仗 因为美国同时也在包围俄罗斯 这里边就有两个可能 如果美国制解了中国 他会用中国的人力去消灭俄罗斯 如果他先把俄罗斯给制解掉 那么他可以为利用俄罗斯的这个能源 掐断中国的能源供应 让中国臣服 让中国臣服 我们中国要想不被刺激 必须要从这个精神和体格上 真正强强起来 当年八国联军 在支援中国的时候 他们且画过一幅文化 曾经非常害怕 他们八国联军这个司令 就曾经问过他的一个 这个中国翻译 他说你们中国人将来会不会 有遭遇的也拿着像我们一样的武器 到欧洲去 那个看见回答不出来 但是今天我可以回答他 去不了 那么现在我们到世界上去的是这个人 孔子 我们五四杂乱的孔家店 我觉得现在又在我们的思想上 开始恢复重建 这个上海有一个王毅为 复旦大学的 经常跟我一样在环境时报 我们俩发表文章 基本上可能是环境时报发表最多的 他也写的多 我也写的多 他后来就被外交部发 这个这个这个发现了 说这个人对外交人还有点思考 因为我是军人我不能过去吗 把他派到欧盟 让外交官去了 这一回回国处职 到北京一定要见我 后来我们俩再一会聊了一天 他说我们弄这个和平 弄那个孔子这个东西 本来是用来护有别人的 结果别人没相信 我们自己相信了 所以我就说 你看那个GDP 实时的护有我们的需要 都相信了 孔子是我们护有世界的重要 都不相信 这可能是重要效果不行 在我们世界上到处作秀大社工的学院的时候 基督教各种各样的教堂 在我们中国大量的复价 对前几年就让我以为有几个中将朋友 也是给我发信息圣诞快乐 我一看这个信息我就笑了 对不对 民族战争的最高阶段是灵魂之战 信仰之战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派孔子 宿孔子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很多 多少年来批评 批评个人迷信 我们觉得我们都应该思考一下 我们应该创造出一个 让我们自己 自己人迷信的价值观 你为什么不能创造这个迷信 你像那个西方世纪 他们迷信那个基督 对不对 其他人迷信各种各样 他们迷信这个郑主 我们也应该有个这个东西 让我们迷信 你想迷信 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 能够让我们迷信呢 对不对 重新请问孔子 我觉得 而且把孔子的学术理解为此 理解为和平 对孔子的曲解 我们学孔子 人家学孙武 美国人到处学这个孙子兵法 实际上孔子是非常重视这个武备的 文武之道一章一词 而孔子本身就是个神枪手 神剑手 现在呢 你看 在世界上 在中国到处普及孔子的不是军人 是个学术操女 到处去讲那个 讲的全是什么和平 全是这些日常生活的机灵狗碎 与这个孔子的这个 这个基本的思想毫无关系 所以国防大学的徐愿书 我跟那个徐教授这关系非常好 他说现在这个你看看 这个从秦始皇以后 军人地位就不行了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 社官的时候 是文武两个丞相 太位呢 丞相呢 又高于太位 汉武帝呢 又这个独尊辱术 兵家的地位更下降 啃书本的文官 宗室官场 那到了凤塔以后 有主敬 更瞧不起军人 给动不动 就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军人 还被他杀掉了 这导致整个民族的上午精神的堕落 就我认为我们应该恢复 我们自己民族的精神 孔子连他自己的祖国都没有保住 怎么可能拯救世界呢 就是说西方人 要不说那个网友就说 你根本忽悠不了西方 他们先进克拉斯艾维斯说的话 你想和平吗 你想和平 你就要准备参政 剩下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 对我们要有这个整体的 我觉得我们目前这个处于这种情况 从总体来讲就是又乱 又没有乱 处在一个这种苗头上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形式 在这个时候 作为整体国民 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 应该有全球的全球战略的宏观布局 作为一个美国的崛起 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习美国 说美国的崛起 他美国的崛起 因为美国的崛起 他这个崛起就像一个同学员一样 先设计一个合理的制度 减少内部的摩擦 凝聚全民的力量 相外辐射力量 先周边 后要地 往外走 要和其他的 要大赞强意识 和其他的战略力量 形成互动 半种支持伊斯兰的这个力量 利用反恐的名义 收拾我们国内的恐怖分子 同时 这是还是我立足的 前面我也发了一篇文章 中国应该携手日本 推进东亚共同体 我对日本很警惕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 应该支持日本的这个努力 让日本分担我们的压力 免得日本 免得美国老是压我们 支持这个南约 鼓励欧洲自立 变三大战场为五大战场 美国只有在对付新敌人的时候 才会把中国当朋友 就像当年他为了打本拉登 为了打伊斯兰世界 跟我们中国搞好关系一样 中国真正的占领机遇期 不是等来的 是我们运作来的 而在这个机遇期 我们要做好作为国家 这个战略部门 作为这个设计人员 要搞好几个整合 一个政治整合 我觉得我们目前这个政治整合 还目前出在 你看跟港澳台这一块 是不同政治文明 跟新疆西藏这个地方 是不同中间信仰 我们国内还有不同的利益阶层 要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搞到一个这个政治整合 我对我们国家 目前的这个分析和研究 我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状况呢 基本上出于一个几大互不兼容的体系 思想理论上的共产主义 经济建设领域的资本主义 行政管理的官僚主义 精神道德层面的儒教主义 就像一个电脑装了四套系统 互不兼容 所以这个电脑运行起来就很麻烦 还有一个版图整合 经济整合 最后是新军整合 十年之内有危机 没有机遇 就是一旦要 我认为要一旦碰上 别的国家如果先与 中国开战 中国一定要抓住机会 出几难海 斩断美国对中国的 这个战略包围 要有这样的凶行 为了迎接国家复兴的机遇 我们必须要以空心的紧缚感 改造中国军队 这也就是我在 声声狼言和其他这个书里面 一直在写的一个东西 一直在鼓吹的东西 就是我认为我们中国 现在这个武装力量 过于强调防御 就像一个人背了 这个三面盾牌一样 有核武器 世界第一的常备军 还有这么多的武警 还有地方军 还有民兵 这么多 都是在那防备人家入侵 怎么可能有人入侵你呢 仅仅用原子弹 就不会有人入侵你 对不对 这我觉得我们对这个 国防经济会 大量的浪费 未来要来的这些敌人 全都是从空中来 从太空来 网络来 子来炸弹 我们这么多军队 基本上没什么用处 要改造 改造我们现行的军事体系 所以我认为 我们现在目前的 这个变革有点慢 上次这个 就在这个 环球时报这个论坛上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当时很多人 就说我们三十年 取得了很大的 军事变革成就 我说我当兵 总好三十年 我说我感觉 我感觉到 我们变革的最大的成就 就是换了三次军装 我说为什么这么说 我说我们比较一下 三十年能干什么 我说我们比德国吧 德国一九一八年战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 被解散 国家被打成一片废墟 军队从零开始 但到了一九三九年 一支崭新的德军 几乎横扫了全世界 仅仅二十一年时间 我们的欺骗 总比德国军队强多了吧 为什么我们三十年变革 还不能说超过 现在德军当时的程度呢 我一提出这个问题 上海那个黄仁伟 这个我可以点名 因为他是这个上海人 是属于这个 在某些层面上 是经常给我们国家领导人 提供决策的 有很多人称他为国师 上海社会科业院的副院长 坐在主题台上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德国是法西斯 我说你说的不对 本来我想说 你说的胡说八道 后来我想这样不礼貌 我说这跟法西斯 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同志不是 有黑妈白猫吗 我说你要能把中国军队 建设的像德国军队一样 你法东西都可以 对不对 后来黄仁伟 就一下子就不跟劲了 国家要走出去 我们军队应该 确立这个经文意识 我刚才说 我反对海军 比喻我们军队是长城 我更反对空军 说自己是长城 这一回 司令这个 接见 去世界各国空军的 这个来访 我参加这个 演讲稿的起草 我就立足 坚决不能这么说 绝对不能让世界空军 笑话我们 空军怎么能是长城呢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国家 在这边 前三十年 军队是保卫国家的生存 后三十年 就是保卫我们的发展 未来中国军队 就要为我们国家 争那个资源 争那个资源 我们清朝的时候 丢了这么多的地方 对不对 直到新中国的时候 我们还丢了很多地方 丢了南海 丢了藏国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抢资源 我们没有力量 在世界上躲 我们总该把我们 丢的地方 躲回来吧 对不对 你躲不回来 别的国家就要敲诈你 我们不能让 一直让那个和平的诚意 把我们自己束缚住 我们要像正常的国家 一样 行使 所以我坚决主张 我们中国军队 应该进行远征性的改造 就能保卫我们的资源 和远迎利益 不输着革命 对一些小国 可以输出安全 要敢于迎接 合理合法的战争 正因为这个 所以现在 很多国家非常关注我 战争还能检验 我们军队的 还能让这个 加速我们军队的变革 你看 我们军队从四九年 打到六九年 连续打 后来十年不打 搞政治 结果到七九九年 一战打出很多问题 然后军队开始变革 搞了个军县 打出了多少成绩 搞了个裁军 这古人说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意思就是说 三年就该打一次 谢谢 从这个战争上 就是我们目前 针对这个态势 作为我们这个 总部战争设计人员 这是我们给他提 我给他们提供的这个建议 你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应该怎么办 应该走出去 要为军队要这个克服 只能保驾为国 不一定的 美国军队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军队 就是美国贸易的工具 我们也要为我们国家 获取利益 包括我们发展军事 不光是为这个打仗 还有可以形成 这个军地增长点 军队是国家的兼兵 国家在这个田径的道路上 有什么危险 都要把它扫平 所以我在这个 圣人浪言里边 连续提出很多的观点 一个除了前面 国家发展这个 这个方面 其实特别是在 这个第一条 当时这个 我是比较含蓄的 提出这个问题 我说国家需要 在领设计 我始终有个感觉 就是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 是基本上是没有设计的 没有设计 因为这个运动 来的特别突然 突然就开始 如果有设计的话 那你看到 我们就不会提出 摸着石头过河吗 对不对 要是你要是有设计 你会摸着石头过河吗 就我当时在那个 书里边第一篇 我就提出 我说摸着石头过河 这个提法不对 你要是在这个河里边 去摸石头 既可以摸到东沿大海 也可以摸到青藏高原 对不对 不能这么摸 要有方向 要有方向 方向就是占领设计 想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 我们要说说 当初改革开放是有设计的 我们的农业变革 就不会从小港从开始 对不对 从几个几个人的 这个这个实践开始 尽管小冰东 是我们伟大的设计师 这一点都不错 但设计的这些情况 还有待于我们 或者去完善 我们不能光这个这个 这个依赖说 小冰东 跟我们设计的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他没有来得及 完成这个详细的设计 就走了 对不对 剩下的这个事情 我们要完成 对我就连续提出 很多这些新观点 对不对 可以商讨 而且我提出 要解放解放军 这个解放军 解放军 现在很多方面不解放 而且我在来提出的 关键是核心军事能力 欲敌于国门之外 不是要在我们的本土上 南极战争 刚刚出的 世界军事 杂志上我提出 也是为了 再以为今年这个 中国这个空军 成立六十周年 我提出要在 八千里外南极战争 清华社发的 为什么八千里 这就是针对 我们中国目前的布局 我们现在全部的家团 都在我们的沿海 沿海十几个省 十几个省 占我们国土的14% 生活了我们全国 40%的人口 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 70% 全在沿海 可恰恰就在我们的沿海 对面 是世界上密度 最大的军事基地 海空军基地 密度最大 全世界最大 美国就是八大军的基地 加上关岛以后的 军事基地将近20个 特别大 都有什么武器呢 有核武器 弹道导弹 核潜艇 核动力航空母舰 战略轰炸机 所有世界上 大规模撒船性武器 全在我们沿海的对面 可是我们的沿海对面 我们有什么 我们连什么防线都没有 由于我们不采用 我们国家不实行 对外结盟 所以我们不能在海外驻军 因此不能为我们国家提供 这个防御众生 再加上我们也没有航空母舰 连潜进众生都不能提供 所以只能是我们沿海 赤裸的胸膛 面对无数的刺刀 怎么办 你现在没有办法 所以在美国 对于针对中国的 台湾针对中国的 日本针对中国的 所有演习当中 基本上在大的方案 我都看过 全都是以轰大 中国的沿海 要挟中国政府屈服 延伸最远可以从香港 深圳 广东 上海 一直轰大到北京 可以轰大到北京 这就是让我们整个国家 就被他们控制住 现在这一点 目前是陆军跟海军 现在都没有办法 咱们怎么办 你不在国外驻军 你就没办法去拦截它 所以我认为这个使命 我说必须得空军担当 要在八千里外 就要把它拦截住 就要把它拦截住 就像毛主席说的一样 要把入侵的消灭了 它的出发地 不要跑到我们的上空 跑到我们的国土上去打 08年这个南方雪灾以后 我在环境时报 马上写一篇文章 我说这场雪灾最大的提示 就说明了 中国由于30年的 这个改革开放 国家变得非常脆弱 已经不能承受 在本土经济战争了 我们战争不能在本土上打 要么在公海上打 要么在敌国的国土上打 打不应再回来 这也无所谓 在我们国家打 打赢了也是一片废墟 所以我又提出这个观点 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以后 刘副仲说 他说你拿过来 我把它送给洗自立 我说没有问题 就不要等他 别人打过来 我们才保卫自己 最废墟 就是我在环境 在那个 在那个 圣兰岩那个书里 把其中一张专门 提出中国军队要员 英纪战略所指导 英纪战略所指导 这是对我们三军的设想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 就像那个唐山西天 唐山西天取经一样 三个徒弟军应该像我们的陆海公三军一样 空军就也像孙悟空一样 七十二变 海军应该像沙克上一样 陆军不能像猪八戒 谢谢他 因为我们的这个 今天要能为我们中国提供三层的防护 这是我具体的设计 让有关部门这个提供的 我们现在不有一个词在这边说吗 就是这个核心的军事能力 他们学掉的观点是什么呢 说核心军事能力 就是打赢信息化 前景下的局部战争能力 这个太空了 不具体 我说核心的军事能力 就是三军都要有把战争 推到勤力着国土的能力 国土的能力 这个才是核心军事能力 如果我是这个 到现在为止有个习惯 也是也是这个比较笨的一个表现 不会喝酒 不唱歌 这个不跳舞 也不会跳舞 但是我就会唱两个歌 一个就是军歌 向前向前向前 再一个就歌唱祖国 这在前不久 国际广播电台 这个采访 这个采访我 包括那个七平的录我那个节目 我说我最喜欢唱的歌 就是这个歌唱祖国 他里边有一句话 其中有这句话 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 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我们爱和平 我们爱家乡 谁敢勤列我们 就叫他灭亡 当时我们这个歌也没有什么唱的 谁敢勤列我们 我们就把他打跑 没有这样唱 对不对 就叫他灭亡 国家军事又要有这个气感 今年阅兵 这是今年阅兵的一个情况 中国中国人感到很振奋 很多都出来了 但是我们作为军人 作为研究者 我们要看到 这些阅兵市场的东西 和我们的战斗力 和我们未来的战争 基本上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 未来要对中国发生的战争 是什么样 逻辑炸弹 把这种国家的这个铁路系统 空中系统 海上系统统统切断 包括金融系统 然后让你的空军瘫痪 地面军队不能调动 核武器战略 这个的威慑失效 国家结构 现状混乱 这是美国在1995年设想的 中国和日本作战的 一个基本态势 要像 如果看这个战争样式的话 我们军队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为什么反对 我们那个陆军的坦克 老在那个地面上去打 那个战争 太古老了 太古老了 真的就不是未来战争的样式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 我们自己的现状 上次我在成都 一个军工企业去演讲 他说我们和美军的差距有多大 我说那前面 你们不久不刚刚 这个这个救过这个 这个这个汶川救灾吗 我说美国现在 提出这个战争者一小时打遍全球 我说我们现在一百个小时也到不了汶川 这就是区别 这就是区别 这是这个东西 但是又不要害怕 这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解放军从来不是靠赵妹打赢的 对不对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赢得胜利 谢谢 到什么时候才算中国强大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强大 什么时候才算强大呢 世界的领土领海都回来 包括文物 当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和中国提供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坦客 民用产品 当世界上再也没有各国欺负华侨的新闻 最后一条 是当我们中国国民 国民的这个出国护照上 也像美国国民一样写着 中国军队是你强大的后盾 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护照上有这么一句话了 我们中国就三千大了 还有上午精神 不能光是装备 对不对 就是个熊猫 要当公父熊猫 对我们中国这个军队 我们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要认识一下 对不对 也不能视而不见 认为他没有 孔子说我未见浩德如浩瑟则也 我说我也没见过爱将才书爱格物者也 爱这个东西 其他的我们经常看 我在这个新初的刚才给各位书上拿到这本书里边 我帮他附上一篇文章 反对军八股 报刊我们的学术刊物 大处都是八股 泛滥成灾 北京的几大军事院校 就是八股的集散地 批发中心 这军队现在也不可以加强敌 导致很多人没有斗志 没有自己生存的价值 所以李毅说我们今天不是什么 赶上盛世这个这个想太平 我后来想象我们今天叫太平乱世 李毅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年代 差不多就是这原因 在东北的时候 我在那店员的时候参加这个中国演习的一个师的副市长跟我说 俄罗斯评价我们中国军队说 你们是生活型的军队 管理型的军官 基本上没有赞到价值 这句话让我听得非常的郁闷 怎么能是这样 我说他们不了解情况 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也不是每一个军队都这样 我说可能是你的军队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国家崛起的时候 军队一定会有大批的这个充满 有这个战略事业的一些优秀的中级军官 中级军官 你看美国一百多年来 有马汉 连续这么多 米歇尔 今天有约翰伯尔德 我登 德国不用说了 就是日本 也有他的一个 也有他的战略家 就整个这个入境中国 就是这个人设计的 一个中左 就中校 就在他的一个战略指导下 就把整个日本 这个投入了一个 这个一场战争 那战争固然是日本战败了 当时这个 石原管 他对这个当时这个战局的判断 判断的非常准确 这个人一辈子信奉 这个信奉拿破仑 判断的非常准确 他认为在当时 二十年以后 就十年以后 会发生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战争 可能是东方的精神价值 和西方物质价值的冲突 所以这个 中层军官 在西方军队当中 都是成为他们国家思想的这个主力 战略思想的主力 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从小受的 这个信仰 所以像石原管 是在从小是五十道的这个教育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军队 不是从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上 也应该进行这个信仰教育 毛泽东时代是英雄主义时代 后来我觉得基本上就半斤主义时代了 在现在这个小学里边 你看我正在送小孩到这个幼儿园的时候 你从设的那个班就能看出来 什么豆豆班了 草莓班了 你看这叫什么嘛对不对 男孩女孩都送到一个班里去 这怎么能培养出这个优秀的这个统帅呢 西方从地理大发现的时候去培养了一批勇敢无惧冒险的国家精神 我们现在也应该培养这个东西 我们国家军队为什么提对 为什么现在缺乏理论 就是最后没有思想家 没有国家精神 以前叫一件工程万孤枯 现在呢一件工程万笔突 千米万马行八股 凑正步 形式主义空前精致 教条主义空前正规 而我们这本来是不应该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给我们整个人类留下了精神封碑 我们可以看我们自己的历史 光荣的历史 对不对 索尔兹波里美国这个作协主义说 他阅读藏城的故事 使人们感到人类的精神一旦悲欢 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他将激励着一个十一亿人口的民族 那时候还是十一这个十一亿人 向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民族 这是我们留给全人类的这个精神财富 北宋有一个理学家说 那作为一个人要怎么办呢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胜即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我认为前面这个三句 那是对官员说的 最后一句 才是对我们说的 要为万事开太平 一个合格的军人是五种境界 我是依此来要求我自己 也依此也希望 这个各位战友也能够认真地领会 这些东西 知识 智慧 责任 意志 最后也上升了这么一个高度上 但是我在北京看到的情况就是 大部分都在一个姿势这个层面上 我们不要学空子 我不主张这个东西 我们应该学生的军人 因为军人的思维 军人的语言 也不要学朱伯如 空军有个朱伯如 整天不顾正夜跑到火热站去给老百姓提包 那民政局干的事情 我们要去干什么呀 对不对 军人就是国家的狗 你把自己的本领里练好 你保卫祖国给人民安全感就行吗 对不对 有机会的话给人民抓几只兔子回来 谢谢 中国军人要忠于党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还要忠于职业 忠于良心 忠于使命 我觉得我们对这六个忠语 要每时每刻赶紧于心 赶紧在心里 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是军人 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就每个军人 我们我觉得都应该是一台 拉动国家前进的发动机 自觉自愿的 无疑善小而不为 一人一把火 红头白明天 今年四月份 香港的一个资名杂志 非常反动的一个杂志 咱俩很反动 但是很多的高级领导干部 都把他作为这个内参 把我列为 中国第一鹰派 这已经取代朱成虎 成为中共军队当中第一鹰派 极其好战 所以我当时就起了一篇博客 在我博客里 我说 愿为中华做鹰权 本来军队就是国家的鹰权 在我自己的 这个行动当中 我实际上是有几个榜样的 一个就是美国的约翰伯伊德 美国人评价他是 只对祖国充满敬意 你永远对祖国充满敬意 空军上校约翰伯伊德 第二个就是岳飞 不爱钱 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惜死 这一条 特别是张子忠 军人应该这样 对民族对国家 对长官 良心很平安 我也希望就是包括对母校 良心很平安 给母校的成绩单 这么多年来都干了点什么 一个是写了大量的 这个 实际上也是我们正的部门 大量的一些专题评 呈对了一些大量的一些报告 写了八本书 一些报纸写了 做了一些评论员 另外拒绝了大量的外媒采访 这我觉得也把他当了个成绩单 因为我和这个先生没办法去接受他们 目前接受 目前就受到这个加拿大黄金军事学院的邀请 还有罗马俱乐部的研究邀请 特别强调强调 目前罗马俱乐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演讲过 我但是我可能也成为不了第一个中国人 去演讲的中国人 因为我这个身份非常特殊 军事能不能出去我还不知道 还得跟有关部门这个上报 明年准备担负一项国家的宣传工程 就是关于西藏问题 就是目前咱们现在整个的各个部门 对达赖对这个美国方面 对对西方方面还没有一本 就是权威的 一本能够跟他们论战的东西 他们找了一年多 全国各地临选 也没有找到人 后来找到我 我能不能接八个月时间 我说八个月不行 一年可以 他找到这个 找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汉族学者 这些人呢 后来就他们不是太满意 是因为基本上用的都是我目前这个调子 一种跟人家骂价的一种调子 所以这个骂价的这个调子 很多后来他们这个大使馆的人 就觉得这样一个调子不行 找一些藏族的学者 藏族的学者不愿意写 就悬了一年多 后来放给我了 我说尽管我对藏学没有太深的研究 我但是我能够给你写出一部分 还有一个专题片 就是明年我要做的事情 再一个明年准备在中央七台 今天十月份开始 周末开箭连续进行二十讲 后面两本书 是献给母校的 也是后来为什么这个王总刚才拿了一个 那个C型包围 为什么是献给母校的这两部 前面都是这个我其他的一些业余 这里边是被李炳言称为 就是咱们那个军事语政专家 他是中国第一部 军事评论问题 军事证论问题 C型包围是今天刚刚出版 第二部 也就是自目前 这就是这个军事评论和和政论这个专注 还没有 并不是太好 主要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中国有太多的课题 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 我认为中国目前天降大任于这一代的中国人 这一代的中国军人 中国需要战略家 需要说真话的人 更需要坚定无畏的军队和人民 世界上没有大不败的敌人 中国的前面也没有迈不过去的难关 就我在南京政院这个演讲的时候 写了一首诗 这也是因为咱们现在都是一体嘛 我也把这首诗送给 送给我的战友 学友 当时去的那一天 去的时候 囚风很大 本来我自己也有一种孤独感 今天 中国当兵的很多 谈兵的不多 地雷战下谁谈兵 曼水龙泉 谈囚风 东海荆涛南沙梦 大漠后面要新疆和西藏那边的事 特别两句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何日常应天借我 八方狼烟一见平 要为国家免除灾难 我们 国家也好 每个人也好 都不能低级到此 贪图这个安逸和肉体的享受 不能为了钱失去所有的东西 不能穷的只剩下钱 我们应该拥有高尚的目标 和以往无钱的勇敢精神 敢于面对一切困难 敢于打破围堵 迎接胜利 希望在我们的人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不能将属于我们自己的责任 交给下一代人 我们改革开放建设国家 固然需要黄光明这样的首富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新中国自说一样的头 那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姓黄的人 走在我们的前头 黄启光 抗日战争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亲戚还响了一句口号 中国不枉 有我 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应该喊出一个口号 中国强大 有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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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